近于戏美男子变成了我的小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恶世的阴山黄陵中 一位女子蹲坐在墓碑前 只见她用刷子慢慢地刷去了上面的灰尘 一边刷一边念叨着 敌太子 萧 萧 元昭 她的面容慢慢浮现 她正是小有名声的考古研究员 墨九 她仔细地观察着 不行 看不太清 这碑文损坏得太严重了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九儿 你 来了 吓得墨九冷汗直流 缓缓抬起头大喝一声 谁在说话 下一秒墨九的全身被包裹住 刚刚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知道 知道 你总有一日会来的 墨九猛然睁开眼睛 大喝一声 谁 她没想到的是出现在面前是一个帅气的男子 双人四目相对 萧前高冷地说着 醒了 墨九猛猛地压了一声 心里想着这张脸 这人怕不是顶级大明星吧 但是想起刚刚还在黄林 猛然后退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还穿着古装 萧前看她这个样子也没搭理 看来是醒了 送物 把她带走 只见一位红衣男子一把将墨九丢上马 嘴巴还说着 敢逃萧家的婚 你胆子可真大 上去 这猎马可以让你吃点苦头 墨九抬起头看起了四周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阴山黄林 难道我这是穿越了 墨九嘴角微微上扬 我可不会按照剧本走 既然借我一匹马就不客气了 驾 回头看向他们 拜拜了 古董帅哥们 咳 咳 混账 他竟然会训马 还愣着干嘛 追呀 只见萧前轻松地说着 不必 扮上后 墨九飞快地骑着 一个人影正在树枝上等待她的到来 纵身下去 直接拉停了马 墨九一惊 什么人 滚下 去 萧前正正地看着她 可闹够了 嫂嫂 这个女人刚穿越到古代 居然和未婚夫的弟弟抱在了一起 什么 你叫我什么 我才十八岁 你叫我嫂嫂 随着一阵马蹄声响起 一片人影浮现眼前 一位妇女看她们抱在一起 边跑边喊 你们淑嫂抱在一起成何剃统 气喘吁吁地说着 快放手 这要是传了出去还得了 墨九一惑得看着她 你又是谁 妇女听到一惊 我是蓝姑姑啊 九姑娘莫不是疯病加重了 墨九一脸疑惑地待着原地 哈 疯病是什么鬼 此时消遣也在一旁补刀 是啊 疯病 我看着你 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事情 就委屈委屈大嫂和我坐一辆马车吧 听到大嫂二字墨九又是一惊 随后不情不愿地上了马车 一阵秋风吹过耳畔 墨九靠在窗边想着离奇的遭遇 转过头看向对面的消遣 这小脸真可以和明星有的一拼了 感受到振振得良意 墨九在马车里寻找着 啪的一声 果然有机关 看着眼前的香薰 他感叹道 古代男人这么精致的吗 随后抬头看起了他 这面墙上好像也有暗格 刚伸出手去摸就被抓住了 消遣看着他 老实点 扫扫行为如此不断 让我如何向大哥交代 突然质呀一声 马车一个哐当 墨九控制不住地向前倒去 直接给我们小叔子来了一个大壁冬 消遣慌乱地看着他 还 还不快起来 看到墨前这个模样 墨九调戏地说着 别怕呀 扫扫疼你 随后伸出手又想去碰那个暗格 啪 一个跟子直接顶开了他 消遣看了看他 马车上的暗格如此隐秘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也对 毕竟是墨家的女儿 墨九争了争 你说什么 难不成这个身体的元主 与我一样是墨家的传人 小叔子继续说着 我大哥病重 要是无灵 像是说要找一份天赐的姻缘 你虽说是天寡之命 但却与我大哥八字相合 听到这里的墨九彻底实话 注定天寡 被迫冲洗 随后拉着小叔子的一脚 露出一副狐狸姿态 小郎君 我都没几年好活了 你就不能放我一马吗 小郎君 我都没几年活了 你就不能就此放过我吗 消遣看他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不由心软地询问着 你真不愿意讲 画面一转 消遣转头说着 吩咐下去 去虚一 红衣男子上前回着 明白 而我们的墨九却一脸担忧 去那里干嘛 你又想干什么 消遣冷笑地说着 去你家 退婚 听到退婚二字 墨九似乎没想到这么容易 傍晚时分 去墨家小院的门口 墨九盯着院门口 这就是园主的家吗 刚才那位妇女诚恳地说着 书密使大人 我家姑娘只是一时糊涂 您千万可别当真 听到讲话的墨九回过头来 哪来的书密使大人 只见妇女小声地说着 你当他消遣是谁 他是萧家六郎 执掌书密院 可是掌控着南容的百万兵马 而那身旁的红衣男子送武 乃是当朝的皇子 她母妃便是出自萧氏 乃是极受宠爱的萧贤妃 得罪了他们 搞不好就要满门抄斩了呀 墨九待在了原地 想不到萧家背景这么了不得 看了看眼前的男子 那我更不想往这个火坑里跳 墨家大堂屋内 墨九的娘亲说着 嗨嗨 亲家小郎 墨九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我带他 嗨嗨 向你赔罪 但这婚事万万不能退的呀 萧前边喝着茶边说着 夫人 虽说我大哥等人救命 但萧家肯定不会强人所难 我与小女的性命和婚事都拜托给你 听到这墨九疑惑的哑了一声 旁边的妇女解释着 萧始军的医术天下无双 你的聘礼之一便是医治你和夫人 妇女继续说着 你和夫人一样 不到25岁便会为老先衰 墨九的母亲还在挽救这段婚姻 还望郎君海涵 退婚肯定不是她的本人 萧前做起身来 既然如此 再入萧家的门也不是不行 但劳烦再给小姐添一份嫁妆 嫁妆的话 夫人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墨九娘亲沉默了半少 还是无奈地答应了 深夜里 一个身影正在爬来爬去 我管你什么病 我只要穿回去跟我有什么关系 墨九慢慢地站了起来 看到遥远的大门 墨九呆住了 不行 豁出去了 勇敢墨九不怕困难 与此同时 院墙外一个帅气的男子正靠在墙边 突然压的一声 墨九正以80公里的速度下降 不偏不倚 向他奔赴而来 这个女人为了逃婚 居然半夜偷偷地爬起了树 谁知一个不小心 哼的一声 摔了个灰尘四起 萧前看着他狼狈的模样询问着 深更半夜 嫂嫂这是饿了 出来吃土吗 听到这话墨九直接报警 呸呸 看着我掉下来都不接一把 是个男人吗 萧前摊了摊手 你是嫂嫂 瘦说不清 墨九反驳着 大半夜不睡觉 蹲嫂嫂门口 你就不怕落人口实 萧前挥手质疑 新娘不老实 我替大哥看着夫人 墨九回着 我还没说完 突然汪汪的声音响起 墨九转头一看 直接受惊了一般 拳拳拳 咻的一声 直接飞到了小叔子的怀中 哪哪哪来的狗 我最怕狗狼啊救命 萧前无奈地说着 放手 从我身上下去 墨九颤抖地说着 我不 你让他走远点屋 萧前对着小狗喊着 旺财 过了一会儿 墨九慢慢地抬起了头 那狗还在 两人四目相对 大嫂 狗已经走了 嗨嗨 刚才 我也不是过 话还没说完 突然远处一句 传来嘶吼声 放开我 画面一转 两个大汉 已经把一个小姑娘 带到角落 少女苦苦地哀求着 不要 放开我 求求你们放过我 墨九看着眼前的一幕询问着 你们治安这么恶劣吗 你好歹也是那什么书密使 你不管管吗 萧前侧着脸说着 书密院掌管军情 不管人生 与我何干 说完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墨九心中嘀咕着 早就看出这冰山没人为了 但如果是你追了一路的大嫂呢 想完墨九直接上前 住手 你们好大的胆子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两个大汉转头一看更兴奋 哟 好俊的小娘们儿 直接一把抓着墨九向角落拉去 墨九只能大声地回头喊着 姓萧的 你亲大嫂要被抓走了 你萧家的脸面还要不要啊 萧前 喂 看着他无动于衷的模样 墨九绝望的眼神 真 真不管了 感叹着这个世界的人 可真冷漠呀 发花滑 一阵风声飘过 萧前站在胡同里 一个响指弹出 一道人影出现在眼前 薛房 召集暗卫查清楚 四国人为何敢越界做人口买卖 那人回着 是 属下明白 萧前又叮嘱道 你亲自跟着墨九 有任何风吹草动向我传讯 不要打草惊蛇 小娘子 是不是等不及了呢 识相点的话就自己把衣服脱了吧 小女孩躲进墨九的怀中询问着 姐姐 怎么办 墨九直接把小女孩护在身后 病述说着 我若脱了 你可就活不到明天了 不知其意的男子自顾地笑着 哦 能死在小娘子的肚皮之上 那也是美式一桩 墨九冷冷地看着她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对方挑起墨九的下巴说着 这不正是等小娘子告知吗 墨九略带笑意地推开折扇 我乃墨家天寡之女 男容第一权臣消遣的 大嫂 你要是不认得我 可以差人去打听打听 男子听到他话后思考着 那我就更不可能让你离开了 惹上消遣可不好玩 墨九向后躲闪着 使君墨急 你可知道墨家传人向来懂乡人之道 我看是君印堂发黑 乃是阴煞之兆 若此时做床子之事 免不了杀身之火 谁知那人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真好玩 我就喜欢动脑子骗我的美人 今晚 我便与你一起探讨探讨 墨九直接阴沉着脸 你敢 男子轻蔑地看着他 没有我敢的事情 我不仅要八光你 玩完之后还要把你喂狗 与此同事 马车里的消遣还在下着骑 一道声音突兀地传了出来 主子 不好了 墨九姑娘出事了 他被带到了谢炳生的府上 那灯徒子说要和墨九姑娘玩够了 再杀了他 啪 消遣一把掀翻其桌 他好大的狗胆 半晌之后 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哇 一只脚夺门而入 红衣男子在一旁叫嚣着 谢炳生 给小爷滚出来 管家颤颤巍巍地说着 二位大人息怒 谢氏君已经睡了 大人们是否有什么误会 红衣男子指着亮灯的房间 你狗眼瞎了 你家大人死到临头了 还在风流快火 说完直接快步上前打开房门 管家指着地上忍不住地颤抖着 这 这好像是谢氏君 映入眼帘的是男子一身血迹的跪倒在地上 反应最快的消遣指着管家 墨九人呢 管家毕恭毕敬地说着 大人饶命 小的不知姑娘在哪里 不过他半晌之前便离开了 突然外面传来阵阵声音 消遣向外走去 红衣男子也紧跟而来 他们顺着声音抬头向上看去 发现空中有一位女子在风筝上凹响着 上一秒 证明女子还在空中凹响 下一秒 啊 完蛋了 救救救 救命啊 宋物看着天空 那 那是什么怪物 上面好 好像有一个女鬼 见消遣目不转睛地盯着纸条 宋物也上前看了看 看着上面不太正常的文字 这语气 莫非是你大嫂 消遣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将手中的银条递给他并说着 禀报上去 谢饼声与他国勾结 献人赃俱获 你为罪自尽 宋物连忙说着可是他满身刀口 怎么可能是字 话还没说完 人又不见了 夜空中 墨九正在空中肆意地凹响着 驾 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墨九仔细地看了看 怎么又是他 骑着白马的正是咱们萧六郎 呼呼呼呼 墨九感受到传来一阵逆风 糟了 一个手没抓稳 整个直接人向下倒去 墨九传出刺耳声 啊 救救救命啊 萧前听到呼喊声 一个180度击杀 羞的一声 弹射而去 稳稳地将他揽入怀中 然而下落时 哼的一声 萧前的声音传出 你还想在我身上待多久 你给我 下去 墨九拿起咸猪手 并表示好的好的 转头一看 墨九捡起滑翔机的残渣 呜呜 我好不容易做的 萧前此时站起身来问着 这是你做的 为何可在人飞翔如此远 墨九轻笑着 六郎想知道吗 只要你放我走 我就教会你怎么样 谁知萧前一把扛起他 墨九锤打着 你要干什么能不能打个招呼啊 萧前将他放在马背上说着 打招呼让你跑吗 谢炳生死了 你是嫌犯 墨九惊讶地回头 谢炳生死了 只见萧前将他揽入怀中 嫂嫂若再赶跑 我就只能寸步不离地看着你了 眼前的这位男子一言不合 居然扛起了自己的嫂子 还要坐在同一辆马上 这是什么行为 有点乱 原来是因为这位女子想各种办法 经常半夜偷偷跑出去 但这次好像又被带着 墨九习以为常没当回事 回头问着他 谢炳生当真死了 萧前默默地点了点头 听到答复墨九一副肯定的模样 早就知道 他宅中阴煞之气太重了 之前被他走的路上发现 那宅子风水确实不好 又加上宅中女子太多 三阴朵阳就形成了阴煞 于是乎 他就求我帮他看风水 我便欺骗他要去府中最高处做法 借此机会偷偷做了滑翔机脱身了 萧前闭着眼吐槽着 之前口口声声要救那个姑娘 这会儿倒是自己跑了 墨九自信回头说着 你们家飞我不去 所以肯定会去救我 你们去了 小妹妹不就有救了 没想到的是你追来的速度这么快 萧前按了按他的头 拜大嫂所赐 都是抓你抓来的经验 墨九无奈地说着财力我都给你双倍了 你就不能放了我吗 萧前回着 谢炳生给你的酬金 那是脏款 已经充公了 听完墨九一个大吐血 困意来袭地他打着哈欠向后挡去 连飞都逃不出你这个魔头的掌心 我累了 要睡觉 随后双眼一闭 萧前稳稳地拖着他 伴上后 马车处 萧前看着熟睡中的墨九 居然真的睡着了 没办法 把他抱上了马车内 汪汪 突然小狗叹了个头出来 汪 汪 听到声音的墨九害怕了起来 刚想离开的萧前被他一把拉住 迷迷糊糊地说着别走 有狗 脑袋蹭了蹭肩膀 上来陪陪我好不好 怕 次日 边陲一战 一道红亮的声音响起 是哪个不知简点的小蹄子 竟敢坐萧使君的马车 听到声音的墨九迷糊地睁开了眼睛 打开帘子说着 谁在鬼叫 一身紫色的女子怒说着 看见本郡主 还不滚下来跪地磕头 墨九随意地打了个招呼 郡主 罚护了些 总算见着活的了 那也是老古董 郡主见墨九竟然敢不听他的话 问着萧前 表哥 他是谁 墨九嘴角邪妹的一笑 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六郎啊 我倒也想问问你 这是哪来的小表妹 竟招摇到我眼前来了 一边说一边走向他 你昨夜不是还说此生非我一人不娶吗 萧前就看着他默默地表演 墨九魅惑地看着他 轻声细语地说着 六郎啊 窗外的女人正在偷窥着 她的瞳孔瞬间放大 她看到什么了 我的天 竟然 竟然有一个大男人在洗澡 而且 身材还不错 刷的一声 女子用力一挥 紫色女子骂道 你 你不知廉耻 我要宰了你 萧前轻轻地拿起他的剑说着 你要真宰了 也算是斩妖除魔了 只是他幼时便心智不全 脑袋有点问题 你无需与他计较 紫颜听完立马收起手中武器讲着 表哥 我是因为身体不适 想让你替我整脉才一路追你到这里的 说完紫颜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可萧前怎会又不知他的情况 他无奈地叹了叹气 然后说着 你无事 然而一旁的墨九又开始了 你看 他要与我共度良宵 哪里有时间替你看病 听完紫颜泪水在眼里打转 你 你们 呜呜 伤心地向外面跑去 萧前一个转身向后抓去 我竟不知 嫂嫂想要与我共度良宵 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墨九姐姐 墨九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正是之前被抓的小女孩 他高兴地说着 你没事真是太好 随后上前一把抱住墨九 梅儿一路都是担心你 墨九轻轻地安抚着他 没事了没事了 乖 他庆幸地看着萧前 萧六郎你看 梅儿受了惊吓 我得带他去休息休息 不得萧前回复 宋悟走了进来 萧前 刚刚跑出去的是紫言吗 他那脾气你不是不晓得 萧前说着 暗卫已经去追了 听完宋悟无奈地扶了扶脑袋 罢了 他从小到大都这样 宋悟边走边说着 谢炳生一案已经送往临安了 这个案子你把未过门的大嫂都搭进去 摆明了要吊谢家的大鱼 可谢丞相就这一个宝贝儿子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萧前自信地回着 无妨 他翻不出风浪 宋悟疑惑地问着你为何这般肯定 只见他转过头来说着 陛下不顾及我 还能不顾及你 画面一转 墨九正躺在床上休息 梅儿在一旁担忧地说着 墨九姐姐 这天都黑了 紫言郡主还是没有消息 这如何是好 墨九看了看他 你为了皇家女儿这么操心做什么 只见他紧张地说着 墨九 我是担心你 若他有事 你怕是要杀头的 嘎吱一声 萧前从大门缓缓进入 梅儿说着 这 史君亲自出马也没找到吗 咕噜咕噜 墨九略带笑意地看着梅儿 饿了 随后说着 你在这等着就行 其他人房间可能没有食物 但我看到有人给萧史君送了 我去给你讨点回来 主屋外 灯光昏暗 墨九扶着墙向前走着 抬头一看 发现窗户开着 走过去靠着窗边一看 瞳孔瞬间放大 映入眼帘的事 萧前赤裸着身体在泡走 嘎吱一声 流着鼻血的墨九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萧前一惊 用手一捶 转头看向窗外 谁 这个男人正悠闲地喝着茶泡着走 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大嫂趴在窗边默默地偷看着 洗完之后 萧前慢慢地穿起了衣服 隔 隔 墨九连忙捂着嘴巴 糟了 被发现了 当他抬头想赶忙逃离的时候 忽然一惊 一个刺客正在屋檐之上等候着 他发现自己暴露后 羞的一声 他直接一个飞镖丢向墨九 看到飞镖过来的墨九不知所措地害怕起来 萧前抱着他一个转身躲过一劫 随后连忙说着 薛访 追 墨九仔细地端向着眼前的男人 这个男人怎么可以生得这般俊王 不 不对 我是在饭花吃吗 我自制力没这么差呀 萧前大喊一声 看什么 墨九吓得一个机灵 然后转头刚大的说着 可 刚才那个刺客室 话还没讲完 萧前打断他说着 你为何在此 墨九笑嘻嘻地讲着 我说我来讨甜瓜吃的 你信不 好吧 你不信 那我说小时候穷 喜不欺早 特别感兴趣 你信吗 墨九的脸月发红了起来 脑袋也晕乎乎的 眼睛已经完全离不开萧六郎了 心脏也飞速地跳动 萧前则是一把提起他 你还有什么一言要说 墨九指了指他 一言 那我可以摸摸你吗 说完墨九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巴 不是 不对 我不是想说这句 然而萧前一把抱起他 静声 你中毒了 卧室里 萧前一边给他上药一边说着 我屋里的香味与飞镖上的毒合在一起 可知人失魂 墨九想着刚刚的事情 那 这毒是不是还会激发人的欲望 使人神魂颠倒 沉迷于难色 萧前转过身子说着 并无 是因为你偷看我沐浴 以致神思不属 心声乱想 墨九低着头解释着 错了 第一 我没有偷看你沐浴 第二 就算我偷看你也没瞧见什么 第三 就算我看见了也不可能心声乱想 第四 一定是你的香薰本身有问题 话刚讲完 萧前打开他的嘴巴 丢了一粒药丸进去 随后关闭他的嘴巴说着 我说了 静声 这女人半夜鬼鬼祟祟的 竟然是为了偷看男人洗澡 更觉得是被那人当场抓包了 口中还被丢入了一粒药 墨九一正 当场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吓得他扑进萧前的怀中 仿佛说着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了 萧前用手指了指他 这要会让你一夜无声 明早便会恢复 随后一边擦手一边说着 提醒你一句 今夜之事 不准说出去 说不出话的墨九气得回头一瞪 羞的一声 一人飞了进来 使君 属下无能 刺客身手不错 属下没能追上 还有 贴了一眼墨九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听到这 萧前看了看身后的甜瓜 一把丢给墨九 吃了瓜 还请嫂嫂早些休息 说不了话的墨九气冲冲地走不出去 随后萧前一边倒酒一边说着 什么事 说吧 那人禀报道 探子回报 在附近发现了墨家佐治氏莫望的行踪 怕不是为了九姑娘来的 但此人激紧得很 我们的人查不到 萧前听完轻松地说着 既然如此 让她自己出来不就行了 一大早 一声梅儿响出院子 梅儿听见立马冲了进来 你声音恢复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墨九摸着自己的嗓子说着 没有 咦 这要这么神奇 还能让人定时失声 梅儿见她没事 上前说着 使君一早交代 对我还得在这里找两天郡主 明若无聊 可自由出行 听到这话的墨九立马起床打扮了起来 画面一转 三江街市的大街上 墨九和梅儿在摊位前挑选着 那人已经盯她半个时辰了 墨九向着她走了过去 梅儿急忙地喊着 墨九姐姐 然而墨九已经走到那人眼前说着 你看起来像是在等我 这人正是墨家的墨望 她抱手回着 是 九姑娘 我来带你走 听到这个名字 墨九一愣 难道原主就是为了这个野男人讨婚 那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墨九上前期盼地说着 是你呀 我终于等到你了 随后哭泣地说着 那个萧六郎不是个东西 不就是偷看他洗澡吗 还给我下药 一顿天油加醋地停不下来 身后的梅儿劝说着 姐姐 你别闹了 让萧始军知道 怕是不能善良 墨望看到他们身后的人 一把将墨九揽入怀中 只见萧前犀利地说着 嫂嫂要去哪逍遥 内心阴暗地想着 昨天看完我身体 今天又和别的男人私会 这个女人和秦郎 正在偷偷地私会 没想到后脚正主 立马就赶了过来 然而这女人不仅不愧疚 还转头说着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了 萧前却是让人上去围住他们 墨九看到气冲冲地说道 原来如此 你这么好心让我出门 就是问了引我情郎出来 被围住的墨望大笑道 哈哈哈哈 九姑娘不必见怀 萧始军要见我 我不来岂不是让她失望了 萧前斜眼看了看她 嫂嫂不是说逃婚摔坏了脑袋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她 你倒是记得清楚 还愣着做什么 拿下 此话一出 旁边的人直接冲了上去 墨望对此却冷笑一声 呵 下一秒 旁边的人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梅儿着急了起来 姐姐 这可怎么办了 你既与那公子相熟 就快求求始军 让他们别打了呀 墨九笑道 好好的 求他干什么 没看见我情郎站上风吗 画面一转 正是墨望杀敌的风姿 看这情形 萧前皱了皱没说到 都退下 墨望居高临下得看着萧前 萧始军这是要放我走了 然而萧前拔出手中间说着 你讲谢炳生半成你生 凌迟处死 此等手段残害朝廷命官 本座岂能饶你 他却回着 那谢炳生比贱人贼子都不虑 我杀他是为民除害 萧前略带气愤地说着 莫望 你身为墨家左之士 做出此等行径 岂非为墨家抹黑 他却笑道 今日 我只带走墨九 萧始军为抗击四人 于西月立下盖世功勋 我不想与你为敌 萧前向着他飞去大喊 你能胜我 他由你带走 反之 你跟我走 方框 萧前一刀劈向了他 羞的一声 萧前立马挡住了攻击 然而两分钟后 最终还是墨望落了下风 看到情形的墨九冲到萧前面前 喂 别打了 随后转身一巴掌打向墨望 混账东西 你怎么能和萧始军动手呢 你也不看看自己 我有这么一个大帅哥 怎么可能和你跑呢 说完将他护在身后 小声说道 还不快跑 萧前直接一张脸阴沉了下来 咬牙切齿地喊着 墨 墨九 墨九 你竟然和别的男子偷偷私会 眼前这位男子脸都气黑了 只见那小情郎起身说着 我不能走 我堂堂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转身把墨九护在了身后 而且我怎么会轻易抛下你呢 身后的墨九默默地呵呵了起来 想着那是我盼着你跑了回来救我 没想到是个老实人 哒哒哒 颖 宋物冲出来大喊 你们墨家好大的狗胆 竟然敢绑架郡主 要是我妹妹少了跟头发丝 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身后的墨九诧异地想着 怎么回事 郡主墨家带走的 肖前站在一旁也说着 我知此事是墨家幼职士一戏所为 与你左戏无关 可是朝廷可不会这么想 随后低声问道 墨家是否要与朝廷为敌 还请左职士考虑清楚 墨望回着 你想我怎么做 肖前看着他说着 郡主被幼职士辱到了上贤山庄 山庄外的洪泽地带机关南部 还请带路 墨望转过头去回着 好 墨九思考了起来 原来绑走宋言的是幼职士一心 墨家自领秀巨子领导之下 有左右职士分掌重拳 这是一个了解男容墨家的好机会 说不定还能找到穿越的线索 随后墨九上前喊着 我也要去 墨望却回头说着 不行 前路危险你在这里等我 他又迅速转身可怜巴巴地摇了摇肖前的衣袖 肖六郎 我要去 肖前回着 为何要带你 墨九傲然地说着 你不看着 我可就跑了 没有你在他们还找得到我吗 肖前却略带笑意 若将嫂嫂锁在房中不更好吗 墨九仔细地分析了起来 但六郎我也略懂机关 一把锁困不住我 而且我也能帮帮你 肖前挥手示意 嫂嫂既然都想好了 那就去吧 一边出发一边说着 若是嫂嫂路上轻举妄动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墨九却略带调侃的说着 是怎样的不客气呢 肖前斜眼看了看他 你可以试试 半日后 一行人沐浴在阳光之下 墨九凑近墨望说着 谢炳生应该是你杀的 可千刀万管应该不是你吧 左右直视矛盾如此之大 巨子为何不管管 墨望回着 九姑娘果然聪慧 不过老巨子已离世多年 他走之前推演新任的巨子 我们还没找到 纵巫看着他们叽叽喳喳和肖前说着 他们在后面说什么呢 马都快蹭上了 随后看到肖前的脸说道 则 你这脸色跟要吃了谁一样 肖前并没有理会 只见他举起一块石子 向后方的马丢了过去 墨九的玛丽玛就失控了起来 遇的一声 肖前人直接闪现到 他马上将马驯号 然后对着墨望说着 左直视 你进入洪泽地带 你前行带路 缓过来的墨九对着身后说道 肖六郎 你说这马是不是有一点点问题 肖前说着 嫂嫂有所不知 这是我肖家的马 墨九回道 那又如何 只见他轻轻地在墨九耳盼说着 见不得我肖家的女子 与外男走得太近 山庄外围 眼前男子正吹着肖 而远处的女子听到熟悉的声音 一个哆嗦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后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 只见左直视肖旺轻声吩咐着 带路吧 墨铃儿刚准备向前走去 不经意地向后一瞥 这是燃姐姐吗 墨望温柔地说着 她是九姑娘 不是燃姐姐 燃姐姐她已经 已经没了 铃儿失望地呜了一声 墨九仔细地端向着铃儿 想着燃姐姐是谁 跟我要貌相思到小丫头都认错了 墨九还在苦思 消遣打断了她的思绪 走吧 傍晚时分 夜色已经逐渐地暗了下来 铃儿兴奋地看着 看 就在前面了 上弦山庄外 一名妖艳的女子轻笑道 小王爷和史君远道而来 树上雅未能远迎 望殿下和史君见谅 看到如此美人 一旁的士兵议论着 这妇人好美 这世间竟有如此美的女子 然而送物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问道 郡主人呢 那女子回道 郡主是山庄的贵客 只是她要求史君前来 她才肯离开 这不劳烦小王爷 与史君亲自走一回 我已安排好茶点 还请各位入内一许 听到此话 萧前与宋武都看向对方 此时墨久走上前来说着 这人看着不是什么好人 这样贸然进去的话 话没说完 萧前自信地说着 无妨 有我 随后握住她的手嘱咐着 跟紧我 不得乱跑 上雅看着她两笑道 这位妹妹和我一个故人 长得真相 可自色略差她一心 我们九姑娘也不是什么 善茶直接回对头 这位大婶不识货 用你这几十岁的老花眼 来看我这十几岁的外貌公平吗 我还是个妙龄少女啊 是不是 六郎 上雅气的身体颤抖 想着小丫头骗子 也配在我面前搔手弄姿 随后故意向萧前的肩膀靠过去 萧前可不惯着她 直接一个躲闪 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墨久在一旁嘲讽着 大婶 小心一点啊 你肉多且肥也会撞痛人的吗 宋武却一旁到处看一边说着 又指示 圣妹人在哪里 还请让她出来 谁知她脱下外衣说着 实不相瞒 小郡主应好奇中了妾身的股 宋武听完大喊 中了股毒 你为何不早说 她却慢慢贴近萧前说着 王爷别急 这股妾身可以挤 只是须与萧氏均匀一回 墨久却一把抓住她的手 并质问着 睡了才能解毒 这方法倒是稀奇 随后墨久挽着萧干笑道 你只需将郡主交给萧氏君便好 其他无需又只是操心 对不对啊 萧六郎 又只是误会了 既然你也知道萧氏君一术精湛 这节骨之事 哪需要又只是现身那么麻烦 对不对啊 萧六郎 萧前满脸认同 正是 把郡主交给本座就好 其余的 无需又只是操心 上雅内心暴怒不已 气急败坏 这个墨久还是个护术狂魔呀 面对墨家又只是上雅的骚扰 她搔手弄姿巧舌如簧 誓死保护自家男人 对得上雅哑口无言暴怒不已 更是让她不得不放出郡主 可是等她被带出来之后 众人难以置信 震惊难耐 她竟双眼无神满脸呆滞 宋傲心急如焚 把她抱入怀里 立即扭头询问萧前 这离魂谷究竟有没有法子可疑啊 上雅披上外衣挑着眉眼表示 使君 离魂谷非切身之法不得解饮 突然墨久疼痛难耐 惊叫不已 强行打断了他们 举手表示着 幼直是 你这点心是不是没熟啊 我肚子疼 能不能借个茅策呀 小灵儿立即上前关心着墨久 我带姐姐去吧 两人来到外面 灵儿满脸疑惑询问道 姐姐 你怎吃了一口就腹痛了 难道真的没熟吗 墨久毫不犹豫地回着她 你这个傻丫头 我自然是装的 我问你 那妖女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宋妍的毒真得用那样离奇的法子才能解放 灵儿趴到墨久耳边悄声道 姐姐有所不知 又只是向来就不正经 她甚至与她的师父早早睡在一处 她习得一种养颜的魅精 财补阳气 像萧氏君那样厉害的人 她自然是垂涎 因此 她对氏君提的要求 恐怕与节骨一时并无关系 墨久终于明白过来 那么灵儿 你可知这山庄的水井在哪里 灵儿更加疑惑了 姐姐找水井做什么呀 墨久直截了当地表示 天机不可泄露 一刻钟后 两人回到了山庄 墨久还不忘吐槽一下 这里的水井近这么远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竟然是墨久前门长老乔战亭 她狂笑不已 更是调侃不断 诸位今日齐聚一堂 真是热闹啊 墨久和灵儿一个闪身躲了起来 灵儿难以置信 这架势难道她要造反不成 墨久立即抓着她快速逃跑 搜的一声躲到了萧钱的背后 内心感叹不已 还是待在她身边有安全感一点 萧钱满脸疑惑 你在看什么 墨久打起了哈哈 没什么 就是越发觉得我们六郎养眼了 萧钱瞬间无语了 此时上哑装的暴怒的样子 怒斥乔战亭 现如今王爷和史军两位贵客在此 你怎敢胡来呢 乔战亭狂笑不已 我等的便是这个时机 今日你们都要葬身于此 而朝廷方面 自有谢城相应对 从此以后 墨家将辟除争端 重振升危 突然整个山庄晃动了起来 萧钱把墨久深深抱入怀里 随后地板破裂 两人直接掉入深渊 萧钱却一直护住墨久不曾放手 墨久瞬间面红耳赤惊叫不已 萧钱当场无语了 墨久还以为他要说话 伸手堵住了他的嘴巴 自己还不忘表示着 好了好了 你什么都不必说 我自己下去就是了 于是他害羞地站了起来 萧钱还不忘关心一下 伤着没有 墨久的脸色更加红润 不好意思了起来 突然他惊叫不已 萧六郎 有东西朝我们飞过来了呀 这个萧钱和墨久真的太甜了 在面对危机之时 萧钱毫不犹豫地护住他 甚至掉入深渊也不曾放手 宁愿自己承受伤害 但万万没想到 危机根本没有解除 古虫快速地袭击而来 萧钱挥舞常见猎杀他们 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 古虫瞬间叮咬在他们的脖子上 墨久疼痛难耐惊叫不已 但看到萧钱脖子时 墨久疑惑不已 更是询问道 你脖子上怎么会有个花纹呢 突然上哑出现在他们的背后 他内心难以置信震惊不已 怎么会这样 我的骨怎么会选择了你们 我精心培育了那么久啊 到头来怎么会成全了你这丫头 我好不容易联手 乔战平设计了这场造反的戏 故意让萧钱坐在机关入口处 为的就是让他与我一同掉进这密室 再借机放出云鱼骨 彼此翻云覆雨 可是这骨虫一公一米 飞出盒子便会各自寻找宿主啊 原本该寄生在萧钱和我身上 谁知偏偏这个女疯子一起掉了进来 竟抢了我的云鱼骨啊 还没等上哑反应过来 萧钱一个闪身用剑抵在她的脖子上 甚至质问道 你做了什么 然而上哑瞬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用手指推开她的长剑 并淡淡地表示 使君 不关妾身的事啊 这骨虫是妾身师父所养 许是掉落命是石不胜飞出来了 妾身虽不知这是何骨 但结骨之术 放眼天下 为妾身一人而已 还请使君三思啊 莫就满脸不屑嘲讽不已 可我也会解啊 我儿实在一本书上看过 不管什么骨 都可通用一种结骨方法 那就是用下骨人的血肉喂食 你长得这么美 不晓得吃起来口味如何呢 上哑凶神恶煞暴怒不已 你敢 杀了我 你们都会没命啊 然而肖前却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怒吃道 幼直是 本座不惜拐弯抹脚 你最好说真话 上哑装起了柔弱 求饶了起来 使君饶命啊 妾身真的不知那是什么骨 妾身虽暂时解不了 但使君只要答应与妾身云语一场 妾身必当尽力助尼解骨 肖前不耐烦啊 羞得一身划过上哑脸蛋 还不忘威胁道 最后问你一次 本座身上是何骨 若再欺瞒 下一次 本座会消掉你的脑袋 上哑颤颤巍巍地求饶着 使君 使君饶命啊 那蛊虫已入体 妾身的确没有头绪也暂时没有法 但下一秒他触碰机关 可是机关却根本就没有启动 上哑难以置信 尽叫不已 不 不可能 怎会打不开啊 乔战平 一定是乔战平动了手脚啊 肖前继续挥舞长剑 甚至质问他 你还敢耍花样吗 上哑下的瑟瑟发抖 终于说出了事情 妾身不敢再欺瞒使君 魏俊竹节补与掉落密室之事 都是妾身与乔战平 联手故意为之 但眼下这状况并非妾身所为 妾身原与乔战平情投一合 可后来受师父所迫 休息魅惊 吞下魅骨 妾身为了解除魅骨与乔战平原走高飞 才设计了这一切 可他却背叛了我 下一秒直接流血过多昏迷过去 墨九害怕了 立即询问肖前 他不会死了吧 他若死了 万一我们古毒发作客怎么办呢 于是他上前探着上哑的鼻息 感觉还有呼吸 他放心了下来 看来要从这里出去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墨九与肖前意外深重云与谷 却不知道他的危险程度如何 只能逼供威胁上哑 于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捋到来 但没想到 自己说了一半 流血过多晕死了过去 墨九没的办法只能自寻出路 他开始尝试触摸着浮雕 可是毫无动静 他满脸嘲讽暴怒不已 这里每个浮雕卷有一个日子 十天干有铜 十二地之鹊各不相同 这么多组合排列总不可能挨个试下去吧 真是混账东西 这得筹谋多久才行啊 突然他发现一旁的鲁班族 立即兴奋了起来 拿着他快速解着 这可难不住我呀 没过多久就把他解开了 一个三元罗盘出现在他的手里 好像是基于风水原理而设计的 我的乖乖 是古董啊 突然肖前抓住他的手 满脸责怪 什么都敢乱摸 你是真不怕死啊 然而墨九却毫不在意 我怕什么 你会救我的吗 肖前瞬间无语至极 但下一秒墨九直接晕眩了起来 肖前心急如焚熏问道 你怎么样 有哪里不是吗 随后肖前立即把他抱起 放到了床上 看到墨九满脸痛苦的样子 他满脸担心不断地喊着 同时伸手掀开他的衣服 内心疑惑不如 这花纹红的鬼秘 莫非是那蛊虫发作了 墨九面红耳赤地抓着他的手 嘴里还喊着肖前 肖前更加关心他了 你哪里不是啊 墨九偷偷地睁开一只眼睛 假装很难受的样子 我头晕 胃有点痛了 肖前立即伸手查探了起来 墨九不好意思了 迅速起身 满脸干大的表示 我骗你的呢 我就是饿了 肖前瞬间暴怒了起来 怒喊着墨九 还从没有人敢如此戏弄的 墨九拽着他的衣服 满脸气球解释着 你别生气嘛 我也不全是骗你的 刚才是真的晕倒站不住了 然而肖前去扭过头去 就是不理会他 更是不想原谅 墨九委屈巴巴地起来 但看到三元罗盘 内心却想着 刚才一拿到他 就忽然有一瞬失去了意识 莫非是这三元盘有什么玄机 同时他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 肖前不愿意了 怒吃到 你还敢乱碰 墨九眨着眼撒着娇 六郎乖 别紧张 我有一种预感 这罗盘与我有缘不会伤害我 于是他喊着昏迷不醒地上哑 我若是救你命 你这个罗盘送我玩一玩怎么样啊 墨九看他不理会自己 不要脸了起来 你不反对 那就是答应我了 同时为他包扎着伤口 突然密室晃动了起来 墨九害怕不已 立即喊道肖六郎 密室在镇 我们得赶紧逃命啊 可是没过一下子密室回归路面 侍卫抓着乔战平走了进来 并把他扔到地下 同时众人跪拜肖前 嘴里念念有词 属下来迟 望使君恕罪 然而一旁的上哑悠悠转醒 看到被五花大绑的乔战平 他内心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肖前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他果然留有后手啊 肖前看他一直盯着自己 根本就不想理会他 立即扭头为墨九整理衣服 不让众人看到他的春光 随后抓着墨九直接离去 墨九撒娇卖萌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 他无意间激起了肖前的爱 让他爱不释手 更是呵护不断 墨九瞬间面红耳赤害羞不已 但他还不忘询问肖六郎 你要想理那个红色瓷瓶的钥匙干什么用的呀 肖前满脸疑惑 你做了什么呀 墨九坏笑了起来 先前我与灵儿去毛黄的时候 找了口水井把那药倒了进去 我看在标签上写着快活完 于是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把他丢紧里了 让大家都快活快活嘛 肖前看到面色潮红的墨家又派弟子 他紧皱眉毛头疼难耐 更是满脸无奈 墨九 你真行啊 墨九满脸得意 过奖过奖 倒是你 探着像个君子 结果却搞出那样的了 肖前无语至极啊 于是他假装咳嗽的海的削讽 谢炳生一案与郡主众儒之事牵扯甚果 但与这些普通弟子无关 吩咐下去 把其余的人放了吧 我与小王爷将施案的上衙 还有乔战平与莫望带回京郊游官家决断 以带人护送九姑娘回楚中 此行切莫大意 属下明白 路上多风雨 使君请把披风带上 墨九听后不愿意了 他立即拦着肖前 你这是准备就这样走了吗 肖前毫不犹豫地对了回去 不然呢 墨九暗自赶上 更是疑惑不已 他走了不是好事吗 为何我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突然肖前告诉墨九 大哥的婚期是下月十八 我尽量赶在月初回楚州 墨九反应了过来 满脸甘大的表示 那什么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急着赶回去的 肖前毫不犹豫地表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看到墨九可怜巴巴地抓着自己 他心软了下来 把自己的棉披风披在他的身上 嘴里还不忘告诫他 安心待假 墨要再跑 蛊毒的是不要担心 我来想办法 同时把他抱入怀里 墨九脸色更加红润了 半个月后 墨九终于赶到楚州 然而此时的他正在熟睡之中 脑海春色艳綠 甚至肖前深情地挑逗他 更是涟漪不断 彼此爱不是什么 突然薛仿用力敲着车门喊着他 墨九流着口水猛然惊醒 更是站了起来 内心却疑惑不已 最近怎么回事 总是无端端梦到萧前 难不成是这孤独互相之间 有什么影响吧 同时薛仿先开车帘 喊着九姑娘 萧伯功夫到了 请下车吧 随后侍女搀扶着墨九下了马车 却看到门口只有一人迎接自己 但还是询问道 你是谁啊 萧府二郎之妻温禁书 他向墨九行了礼 并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还不忘迎他入路 老夫人已领着诸位长辈 在那堂等候 不好耽搁 墨九一步不已 二郎 是萧前的二哥吗 是女满脸迷惑 小声地询问姑姑 所谓尊敌尊长 墨九姐姐既然嫁的是萧家大郎 为何要让他走侧门呢 姑姑挨声叹气随意解释 许是萧伯功夫规矩大把 众人来到了萧府内院 墨九满脸不屑 这萧家说好听点是娶妻 说白了 就是娶个能给那大郎冲喜的工具回来吧 他们知道这身体的原主 是个又疯又傻的 便连该有的体面都省了 突然庭内萧家二郎萧长玉 喝着酒打个歌 嘴里还说着 怀想楼里的小娘子 鲁京是一个不如一个了 无趣 无趣得很 温敬书立即上前关心了起来 夫君你怎么醉成这样 然而他却毫不理清 直接伸手打开了他 更是让他滚开 随后他调戏着墨九 乖乖 这是哪来的丫头 好生俊俏 你这小娘妹的紧 这小嘴 这小腰 都惹到二爷我的心尖子上 为做梦的墨九真的太甜了 他春心荡漾红光满面 更是涟漪不断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刚入萧府就被萧家二郎给调戏了 他毫不犹豫地扑向墨九 然而墨九一个闪身躲过去 温敬书眼看大事不妙 立即上前阻止 可是萧家二郎却毫不理会 更是一脚把他踢飞了出去 同时让他闭嘴 我看着你这张脸就会起 随后他再次地扑向墨九 嘴里还说着 小娘别怕 让爷香一个 然而墨九却满脸不屑嘲讽不语 毫不犹豫地把他推进了池塘 不通一声水花似箭 众人目瞪口呆惊叫不语 萧家二郎缓缓爬了上来 满腔怒火地喊着来人 来人呢 把这臭丫头给我绑了 突然萧前怒斥道 我看谁敢 墨九难以置信正经难耐 然而萧家二郎却更加暴怒 甚至质问他 你为何替这疯丫头说话 他推我下水这事 休想就这么算了 萧前不以为一旦旦地表示 他是末世 是大哥明媒正娶回来的大嫂 奉劝你适可而止 别再闹了 萧二郎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他就是传闻中的封大嫂 怪不得如此狂被无理 只是这府中大哥尚且做不得主 他一个大嫂又算得了什么 六郎你若要护着他 这里 我便去祖母那里讲话 然而萧前却毫无畏惧 既然如此 二哥请便满 萧二郎只能奋在一群 墨九满怀欣喜询问道 你怎么这么快就从京城回来 萧前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后缓缓逼近 你说呢 我还没问你 嫂嫂怎么这么会惹事呢 同时来了个壁东 墨九瞬间红光满面害羞不已 并把萧前推开 嘴里还说着 我还没问你呢 我刚进你家门 你二哥就倾国于我 是何道理呢 萧前满脸无奈 他都被你推进泥塘里打滚了 还不消气吗 突然蓝姑姑上前询问萧前 使君 恕老夫多嘴 二爷方才说 要去找萧老夫人告状 可是九姑娘刚入府 连人都还没见过就闹成这样 怕是凶多吉少啊 萧前挥手毫不在意 这点小事无妨 本座与你们一同去见公母 墨九满脸疑惑询问道 萧伯公府是老夫人当家吗 蓝姑姑满头大汗吞吞吐吐 悠悠悠悠 萧前看后直接为她解惑 老伯公过世后 我夫妻觉 只是她早年领兵受伤 常年养病 府中若无大事 便皆由祖母做主 往后你有何疑问 不妨直接来问我 还不忘轻轻敲着墨九的脑瓜子 随后转身离去 墨九立即紧跟其后 萧六郎 刚才那个色配 真的是你的亲兄长了 怎么看都不像 萧前满脸嘲讽 反而询问墨九 本座跟那玩裤草包长得像吗 然而墨九却缓缓靠近 满脸疑惑不已 蓝姑姑看到墨九如此欣慰 整个人全身炸毛满脸惊吓 立即拉回墨九 骨口婆心地叫一声 你们靠得太近了 姑奶奶 这是萧家你是大郎媳妇 好歹跟六爷闭着点闲吧 然而墨九却不已为已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蓝姑姑 刚才萧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萧家的几个兄弟到底是什么关系 蓝姑姑巧声回着墨九 怎能这都忘了 我再讲一遍吧 萧祖宗你可要记好了 六爷的父亲名叫萧韵长 是现任萧家家主 习了萧伯公的爵位 由于萧是一族没有分家 萧伯公的两个弟弟也住在这里 所以六爷他们这些小辈的排行 都是混在一起排的 刚才那个一徒轻薄于你的名叫萧长 是萧伯公二弟的儿子 而你要嫁的大郎叫萧长寺 是萧伯公的嫡长子 萧长寺只有一个同父的亲弟弟 便是六爷 不过六爷是外事生人 又因他命格四助纯阳 大煞大客 他出生那日不巧 大郎突然发了猛病 国公爷便一直将他养在外面 若不是六爷如今飞黄腾达 大郎的病又没有起色 恐怕至今也难回本家呀 墨九终于明白过来 突然萧前不愿意了 这些也不是什么秘心之事 不用窃窃私语 本座听得见 兰姑姑满脸尴尬 然而墨九却疼惜不已 想不到翻云覆雨的萧史君 竟也有如此坎坷的身世 没关系的呀 乖 往后扫扫疼你 同时走上前抚摸着萧前的脑瓜子 犹如宠溺着小田狗一样 这个墨九真的太爱萧前了 得知他的身世竟如此的坎坷 墨九毫不犹豫地上前宠幸他 甚至哼起了小曲欢快步 把萧前整得一愣一愣的 然而此时的萧二郎 却来到祖母面前 他带着哭腔撕吼着 祖母 你可要为孙儿做主啊 那墨九定是不甘心 自己要嫁给重病缠身的大哥 因此使坏将孙儿推下了水 想让孙儿跟大哥一个样啊 萧家大夫人懂事不愿意 二郎这话什么意思 即便长寺卧病在床 他也还是你大哥呀 你便一点敬重都没有吗 萧二郎之母原是满脸干大的 替自己儿子解雾 二郎也是气急才说了混账话 大嫂勿怪 但这墨氏还未过门 就闹出此等事情 若不管一管 保不齐往后要反了天去 祖母听后内心不爽了 去个人看看 墨氏入府本该来拜见长辈 为何现在还不见人影 突然墨九举手高喊着 来了来了 我在这里呢 祖母看到萧前瞬间激动地站了起来 六郎 老爷说你入京去了 何时回来的 怎么也没说一声吧 萧前简单明了回着他 刚回 然而墨九却双手坐一拜见老夫人 祖母满脸怒气 你这丫头 前脚刚进门后脚 就将二郎推进泥堂里 如此放肆 可是有什么缘由呢 墨九满怀欣喜地回着 自然是为了行善呀 小事一桩 老夫人就不必道歉 祖母更加暴怒了 你在扶言乱语些什么 萧二郎及时补刀添油加醋 祖母 您看 他说话颠三倒四 可见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 墨九满脸不羡怒对他 少扯些无用之词 你只告诉你奶奶 是不是你喝醉了 想轻轻我抱抱我 我才将你推到水里行酒的 我让你行酒 以免住成大错 你们可不是要谢谢我 三夫人张氏听后不愿意 这姑娘家请能将 轻轻抱抱这等红话挂在嘴边呢 大夫人满腔怒火爆怒不如 二郎平日胡来也就算了 如今竟轻薄到我而为过门的媳妇身上 母亲 如此儿媳也要请您做主了 祖母撑着拐杖怒敲地面 呵斥着住嘴 并询问墨九 你说二爷轻薄于你可有证据 墨九用手指着萧钱 并对着祖母 萧六郎就是仁正 他亲眼看见他 突然萧二郎握紧拳头冲向墨九 嘴里大骂贱人 你休要不说八道 萧钱一个闪身挡在墨九的面前 并抓住他的手 满脸不屑道 祖母 二哥醉酒倾薄大嫂 此乃我亲眼所见 萧二郎痛得全身颤抖 祖母听后怒斥他 墨世是你大嫂 你怎敢生出那种心思 同时萧钱随手把他甩了出去 二夫人赶紧求饶 母亲息怒 二郎吃多了酒 想来恐怕是错把大郎媳妇 当成了禁书 刚才有了亲国的举动吧 萧二郎尴尬地附和着 是啊祖母 外面天色太暗 孙儿醉酒 一时也没看清楚了 墨九满脸坏笑地喊着老夫人 您现在知道我所言非虚了 祖母看到他不依不饶的样子 只能妥协 这件事老生会给你一个交代 然而墨九却更加不屑了 什么交代呀 是送官还是逐出府去呢 若是要一劳永逸 不如送到宫里当公公 这样他倒是真不能再对女子 起什么龌龊心思 祖母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气得缓缓坐下 可是墨九又怎么会消停呢 既然这些都不行 那您就不用说什么交代 给我个补偿就行了 二夫人赶紧上前扶住祖母 并安慰着他 母亲默契坏了身子 但还不忘询问墨九 你要什么 这个墨九真的不好惹呀 面对萧家二郎的诬陷 甚至颠倒是非 他平淡如丝恼露清晰 面带微笑字字如真 对得萧家祖母哑口无言 气得他全身颤抖 甚至还要让他给自己补偿 祖母满脸争鸣地答应了下来 墨九刷的一声转身离去 嘴里还不忘客气一下 既然如此 夜已深 墨九就不打搅老夫人休息了 告辞 萧前看墨九离去 也抱全道别 随后两人回到住处 梅儿兴高采烈激动难耐 回来了回来了 蓝姑姑 萧始军送墨九姐姐回来了 可是萧前看到他们的住处 当场就不愿意了 怎么安排了这么偏僻的地方给你们 蓝姑姑满脸尴尬地解释着 方才您与九姑娘去见老夫人 便有府中默默领着我们过来安置 说是萧家人多 一时腾不出空屋来 只能委屈九姑娘先住在这 萧前更加不愿意了 立即转身离去 并告诉墨九 我去叫人来给你们换个住处 墨九抓住了他 不用不用 我就喜欢披静的地方 人少清静 这里正好 萧前反过墨九 满眼深情地询问他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墨九瞬间尴尬地笑了起来 满脸不好意思 墨九更加尴尬了 立即给自己找了借口 那你可听见隔壁计较了 我说住这里方便 我随时从隔壁偷吃鸡回来加餐 你信不信 萧前缓缓走进满脸坏笑 扫扫好没良心 我刚替你解了位 却连你的一句真话也换不回 墨九面红耳吃不好意思了起来 但下一秒他就摸着萧前的脖子 满脸疑惑地询问道 萧前 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之前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萧前深情地询问他 哪里不一样 墨九害羞地露出牙牙乐 就是我觉得这次见你 你说人话的次数直线上升了 突然他停了下来 喊着姑姑和梅儿 你们先回屋去吧 我有话要单独对萧始军说 蓝姑姑不愿意了 那怎么行 夜已深浪 始军与你孤男寡女 怎么能独处呢 萧前满脸不屑 本作不是萧长玉 不会对大嫂怎么样的 看到他们离去后 墨九满脸疑惑地询问道 萧前 你脖子上被蛊虫咬出来的那个花纹 如今是不是也还在吗 萧前毫不犹豫地承认下来 墨九直接伸手触碰 萧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指问道 扫扫夜深人静是我斗骨 是和居心啊 墨九面红耳赤尴尬地解释着 你别误会啊 我可没想要对你行什么非分之举 当日我并没有看仔细 所以现在我想确认一下 你脖子上那个花纹 跟我这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萧前反问道 一样如何 不一样又如何呢 墨九不好意思了 要是一样 我就想问了 最近有没有经常做梦啊 萧前满脸疑惑 做梦吗 你梦到什么呀 墨九直截了当地表示 我呀 萧前无语了 书嫂有别 我怎会梦到你呢 墨九不爽啊 自从我脖子上被蛊虫盖了个招 就总是会梦到你 这事儿奇怪的 所以我才问你 然而萧前却更加嘲讽了 也不奇怪啊 嫂嫂风病日久 想来世日有所思 所思不遂 魂魄失和 夜有所梦呢 墨九满腔怒火爆怒不已 萧前 你这个混账 随后她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深思了起来 与其指望从她嘴里 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还不如我自力更生 而且现在外面正下雨 在雨夜里腹中走动的人手 是个掩人耳目的好机会啊 这倒真是天助我眼 萧府的人皆对萧大郎会懦怒 不让我婚前与她相见 这场婚事从头到尾都透着古怪 萧长思到底情况如何 是死是活呢 我得亲自看看才好做打算 于是她独自一人潜入南山院 可是等她打开门时 薛访早已恭候多时 墨九震惊难耐 你知道我要来的 薛访为她解惑 我们使君交代的 她料定您今晚会来找大郎君 说与其您到处乱走 闹出许多动静 还不如让属下直接带您过来 小姑娘 大郎君就在里面 您请 于是她探头探脑地走了进去 看到床上的坐着人 询问道 你就是萧大郎吗 萧大郎淡淡地表示 你来了呀 这个墨九真的太主动了 调戏萧钱就算了 就连卧病在床的未婚妇都不放过 她独自一人来到萧家大郎的卧室 可是她早已等候墨九多时 墨九歪头满脸惊讶 你竟真的还活着 我还以为命在旦夕了呢 你大概还能活多久了 萧大郎无语了 但下一秒她嘲讽不语 六郎说我可能会活很久 你是不是很失望的 墨九抓紧四连满脸七穷 既然你一时半会死不了 也就不需要什么天管之病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你家里人 强扭得瓜不甜 你我并无情分 我不想嫁给你 然而萧大郎却毫不理会 我知道 可你必须嫁给我 墨九听后满腔怒火 就要上前揍她 突然萧钱强行打断 嫂嫂 你该回去吧 墨九满脸不爽 血也明示道 萧六郎 我来看我夫婿 你凭什么阻止 萧钱解释了起来 大哥的病受不得风 更受不得寒 如今让你婚前一见 已是破令 突然萧大郎狂渴不已 吓起了逐客令 六郎 我罚了 先歇去 大婚再急 姑娘莫要再来了 墨九更加暴怒了 我一定会再来的 你好生歇着 若死不成 就对家里坑一声 不要祸害我一辈子 萧钱直接对她 真是个牙尖嘴利的丫头 墨九果断反击 你就是老谋深算 赶开 别挡路 突然墨九脚底一伐 惊叫不已 轰隆一声摔倒了下去 萧钱一个闪身抱住了她 同时木棍全部砸在萧钱的背上 墨九满脸关心 你要不要紧啊 萧钱把她扶了起来 墨九手臂疼痛不已 萧钱看后满脸心疼 更是询问道 砸疼了没有 墨九不以为意 还好吧 跟你比起来大概不算什么 萧钱瞬间愣住 但下一秒她就拉着墨九的手 并表示着 你过来 我给你看看伤 墨九不好意思 你被砸得比我好 要不然先让我 看看你的伤吧 萧钱直接反问她 你会治吗 赶紧趴下吧 墨九无语了 但还是听话照做 并询问道 这个姿势她合适吗 萧钱不以为意 我是医者 用我特制的药油 将伤处揉开 会好得快些 墨九掀开衣服 答应了下来 但还不忘询问她 毕竟我们孤男寡女的 你大哥会不会 误会我们苟且 萧钱却淡淡回着 大哥不是不讲道理之人 况且你我心中坦荡 有什么好担心 只是 早早要忍耐一些 萧钱迅速避开视线 同时摸着她的肩膀 墨九满脸疑惑 我有什么好忍耐的 可是下一秒 她就惨叫了起来 更是怒斥萧钱 你不是故意整我吧 萧钱无所畏惧 先前就说了 血欲不畅 虚勇要推开 墨九不愿意了 反手抓住萧钱 你别碰我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萧钱满脸无奈 你自己够得着吗 脸一下吧 推开就好了 你可以干点别的转移注意力 墨九更加无语了 我这个样子能干什么呀 但下一秒 她快速地转移话题 我那情郎怎么样了 萧钱瞬间满眼杀气 手臂突然用力 墨九痛地叫了起来 这个墨九真的太会玩了 她意外地摔倒 惹得萧钱疼爱有加 可是墨九还要作死一下 让萧钱促意横飞暴怒不已 随后安生叛弃无语至极 但不忘警告着她 你好好说话 具体要问谁 墨九满脸不爽 当然是墨望 她怎么样了 还有郡主和那些涉事的人都怎么样了 萧钱直截了当地表示 他们都已无事了 只不过乔战平在狱中留了认罪书 说谢秉生之死 郡主中毒于水泄事便 接她一人所为 然后自尽了 如此一来 谢家与她勾结仪式及其他涉案的墨家人 金上便也无从追究了 至于谢秉生生前之罪 证据确凿 但谢家众人当庭请罪 因此金上对谢家虽未包庇 但也并未追责 锦掠师小成 墨九不爽了 这是明摆着对谢家轻拿轻放了吧 我来楚州的路上听了许多事 这皇帝 估计就是不想坏了你们萧谢两家的平衡了 只是 那个谢丞相毕竟独子门了 肯定不会就此消息 萧钱直接怒对 这些与你无关 我不必知晓 墨九更加不爽了 那我们两个身上中的古毒呢 你可有眉目了 此事总与我有关吧 萧钱哀声叹气暗自感伤 还没有呢 墨九满脸无奈 但还是询问道 你知道墨王现在在哪里吗 萧钱缓缓为他拉上衣服 随后擦拭着自己的双手 同时淡淡地表示 你还没放弃打小主意啊 墨九斜眼喊着萧六郎 我们认识这般久了 好歹也算半个朋友 你就忍心让我一辈子困在这个院子 空手活广啊 可是下一秒他就呼呼地睡不住 萧钱为他盖好被子 随后走出房间 吩咐薛访 你就说大嫂夫人困了 今夜就睡在南山院了 薛访领命而去 突然萧钱叫住了他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薛访全身炸毛冷汗直流 九姑娘方才和您干毒在一起 那声音这时大了呢 萧钱暴怒地喊着薛访 薛访满脸惊吓眼角含泪 无不不使君心目 属下不是那个意思 属下见月 这就去传话 这就去传话 随后快速地跑了出去 萧钱再次地叹了口气 可是看到屋内熟睡的墨酒 内心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你倒是在哪里都能睡得着 第二天清晨 整个萧家议论纷纷窃窃私语 老夫人更是下恋 九姑娘急日起禁足于院中 拜堂之前 不许在她出门半步 然而墨酒却不以为意 可是狼姑姑不愿意 对着墨酒怒喝着 姑娘怎么还有心情照镜子 老夫人让你禁足 连门都让人别锁伤了 还没拜堂就得罪了当家主女 现在可怎么办了 墨酒不为所动 锁了门而已 人进不来 我们出不去 不是正好吗 蓝姑姑爱声叹气痛哭流涕 姑娘 难道你又要跑吗 所以方才你让梅儿把桌椅搬到院外 是为了翻墙 这晴天白日你也敢无赖 然而墨酒却毫不领婚 所谓反其道而行之才有胜算 我已经观察过了隔壁这户 这两天似乎都没人 所以翻墙而出就是天高海坡 还有你们要走要留自行抉择 梅儿直接表示 姐姐去哪梅儿就去哪 蓝姑姑疼痛难耐抱汉部 天杀的 你走了 我们留在这还能有命 于是三人潜逃了出去 随后来到了赵极度 突然她的衣袖传成嗡嗡声 墨酒疑惑地拿出罗盘 竟然转真了 罗盘能够灵灵感知周围气场 若只真往同一个方向不停旋转 便是此地有冤 气场不详啊 可这渡口人来人往热闹飞吹 怎么会有这般大的冤情 于是她转身安排梅儿 你去问问船家 这里是什么地方 突然一个冷声传了过来 这是赵极度 墨酒正好撞到萧钱的怀 她满脸尴尬地询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呢 萧钱淡淡地表示 这是本座的船啊 你在做什么 这么多船 嫂嫂偏偏挑中了这一艘 本座也是很稀奇 久儿心里万马奔腾 是我上了哪艘船 你便暗中买下了哪个吧 嫂嫂若想这么理解也行 久儿不满说着 可我的院门都被锁了 你怎会知道我不在府中 昨天 是谁一进院子 眼睛就往院墙上钉 六郎叹气 六郎问道 这么多次失败 还要再跑吗 谁说本姑娘要跑了 都说楚州风景甚美 我来赏景 不行吗 一刻钟后渡口 鬼鬼祟祟 久儿看着那老头 怪不得刚才罗盘风转呢 难不成是此地有古墓 我这是遇上贼祖宗了 老头 走路小心点 等等那是什么 你做什么 萧柳郎 岸上那个人 你看见没有 又瘦又小的那个 看见了 怎么 我觉得他不对劲 你快让人将船靠岸 我想追上去看 六郎轻叹一声 你别乱叫 嫂嫂再不回魂人 要跑远了 可要将人抓回来给你 不 他肯定有出货的地方 久儿想跟上去看看 只是我们家郎姑姑和梅儿 还在船上 我担心他们会跟下来 却找不到我们 你能不能 他们不是在海 在船上等你 这男人也太难糊弄了 难不成嫂嫂打算 用完就丢 又想甩开我了 嘿嘿 六郎说的哪里话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我就不信我甩不开你 老头跑进珍宝宅 六郎小声道 你口中那个珍贵的物件 怕是要被他给卖掉 借用一下 你在外面等我 久儿生气说着 放手 就你这气势这打扮 往店里一站 跟要抄家似的 还有谁敢卖东西 你再次等我 我进去看看情况就出来 六郎无奈说着 我在门外 若有情况 便高声喊我 事后东西 东家给个价 能卖多少 外面何人 掌柜的 出货 这块玉 哟 这玉雕模样好生俊俏 得有好几百年了吧 老冯搁大里跑来的 胡说八道 无凭无惧 你这丫头 怎可如我清白 久儿说着 你脚上的泥土 与普通的泥土不同湿滑 幸眠 隐隐犯着一种淡绿色 便是这个侍女玉雕的身上 也有这样的淡绿色 分明来自木基里 你做这摸金之事 易损应得 二折扬寿 三维王法 你休要污蔑我 前些日子大雨成灾 召集渡水未上涨 大水冲开了地头 这玉雕 是我在自家毁他的地里 刨出的 都说这店里做买买不问来路 只看货物我才过来问问 行了 东西老朽收了 给你二百两 该是不亏 你自去吧 姑娘要卖这玉 想换多少银子 我不要银子 小女子想在墨家堂口 混口饭吃 不知长老可否应运 你如何看出 这是墨家的堂口 久而心里念道 这班纸 希望我没看走眼 朝廷律法森严 一般铺子 可不敢收从墓里 刚挖出来的东西 欲砍班纸自当姓墨 老者应道 不错 老朽正是砍门长老身时梦 但不知姑娘找到这里 事有何事 我找墨望 这罗盘却是我墨家之物 只是老朽眼下 不知左直视行踪 总有办法联系 我叫墨久 申老将我姓名告知于她 其余她便知道了 如此 那便三日后 姑娘到楚州城中的石骨斋 来找老朽吧 多谢长老 您这里可有后门 你做什么 姑奶奶 就不信绕不开你 那边打人了 又是那萧家二郎可不是 一帮大男人 围着个小丫头打 推不是东西 臭丫头 快说 大少夫人在哪 求求你们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丫头命哦 死一个又何妨了 供出来不就不用受罪了 啪 哪个敢杂二爷 不想活了吗 萧家二爷果然好本事 带这么多人 欺负一个小丫头 和一个老婆子 好生威风 嫂嫂终于舍得出现了 你不是在找我 放了她 跟二爷我走吧 上集说到 萧二郎遇到九儿的两名丫鬟 抓到门跟老婆子 听到惨叫声 九儿音声赶到 你不是在找我 放了他们 老婆子哭泣说着 对不起 我们应该在船上等你回来 姐姐快走 莫管门 二郎痴迷说着 嫂嫂同我回去 我自然放人 不止放人 我还会在奶奶面前 替嫂嫂美言几句 就说 都是这丫头 穿多嫂嫂 嫂嫂才一时鬼迷心窍 逃出府来 如此 嫂嫂就不必担心受罚了 那倒是莫九 该谢过二爷了 只是我这人做事 向来喜欢礼尚往来 你对我好 我自然要回报 嫂嫂要如何回报 不若今儿晚上 与小弟一起快活 九儿平静说道 何必要等到今晚呢 我不喜欢拖延 有仇 一般当场就报了 你居然敢打我 好好 来人把这臭丫头 给老子绑了 正所谓富不贤 则无以是福 二爷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叫三从四德 九儿轻便说着 萧长玉 你可知道 我是谁的人 二郎应道 现在知道怕了 完了 即便是大哥在这 他也就不了你 非夜 我其实是六郎的人 二郎笑着说 哈 你若说旁人 二爷也就信了 若说六郎 就算你美若天仙 他也未必肯多看你一眼 九儿无奈道 你不信 那我证明给你看 心里默念 早知道会遇上萧长玉这混账 方才就不避着萧前 从后门走了 九儿也不知道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喊 他到底能不能听得到 不过他武功那么高耳力 应该也不错 九儿大声喊道 萧前 嫂嫂 你这骗术不到家啊 二郎笑着说 还是跟二爷我走吧 只见刷的一声 二郎闻声赶到 二哥对待大嫂的方式 真是让魏帝大开眼界了 六六弟 不可能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话该我问二哥 祖母不是不许你再喝花酒吗 怎地又跑到了这花船聚集之所 六弟不是眼 也在此处 六郎冷酷道 我受大哥所托 保护大嫂 自然是跟着嫂嫂 她在哪 我便在哪 你们可真是疏嫂情深 六弟你厉害 你这般袒护她 我横竖也没辙 但她胆敢擅自离府 我要将人带回府去交由祖母定夺 九儿嘲讽道 我此前一直以为 有事找阿娘 已经够废物的了 没想到二爷有事 次次找奶奶 真让九儿大开眼界 六郎回应说 二哥的人品为地性 不过孤儿就不劳费心了 我自会送大嫂回去 百姓窃窃私语 这萧二公子的人品 连自家人都不敢轻信呢 就是 当街为难小姑娘 调戏未过门的大嫂 能是什么好东西 二爷怒吼道 都给老子闭嘴 这事儿没完 你们给我等着 九儿轻轻问道 你们为何从船上下来了 这般犯险 可是有什么原因 对不住姑娘 你离开后不久 我们瞧见二公子 带着家丁在四处寻你 想来是发现姑娘离府了 好巧不巧 他们进雾打雾撞 往你离开的方向去了 便想着偷偷下船与你会合 再不计 也能替你支开他们 果然是为了我 姑姑 梅儿 难为你们了 六郎给梅儿把麦说道 没有伤及肺腑 应是无碍 六郎提议 你先把他扶回船上 楚州城中几世堂的 严大夫与我相熟 回去之后 薛访会安置在他那养伤 多谢时君 至于你 六郎说道 萧长玉对你心思不纯 往后离他远点 我是不是中邪了 不然为何会觉得 他好像看起来 越来越顺眼了 还有 六郎继续说道 嫂嫂这是第几次了 没事的时候 想方设法要跑要躲 出事了就想起 本作了 久而不服 天地良心 我这次可真没想要跑 那古董店掌柜的 朱赵极度连日大雨 毁了地基 近日从各处 挖到宝贝的人不少 罗盘转针 古物献是我猜 赵极度下面许是有大幕 想寻人多问些蛛丝马迹 怕你不许这才避开的 六郎应道 你说对了 哈哈 久而喊到消遣 你放开我 拉拉扯扯 成何体统啊 现在知道体统了 船舱内街上放声 喊我的名字 私不避讳 舒嫂之嫌的时候 想什么了 久而随意说道 左右我一个疯子 大家都知道我脑子有病 有什么可避讳的 大嫂又误会了 我在意的 并非是大嫂的名声 而是我的 久而笑道 那还真是不巧 你二哥这回一转 去告诉你家老太太 我与你苟且了 二郎转身 萧长玉和祖母那边 我会解决 此事不用你管 你只安心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兄长所托 哦 六郎的敌音环绕 这敌音悠有秒 是萧钱吗 他竟也通音律 萧六郎 嗯 两人双目而视 看什么 呀 久而心里念叨 神仙言配铁直男 老天爷真是抱天天物 六郎说着 别瞪着眼了 再过几日 就是你和大哥拜堂的日子 禁足令我会帮你解决 你也不要再节外生枝 这个拿去 几日宾客 都会陆续道府 诸事分忙 我没空时刻都盯着你 安神香 你怎么知道 我连日都睡不好 六郎应道 眼台后的 快砸到脚背了 六郎啊 你的隐藏属性是 祝姑圣吧 六郎傻乎乎地问 祝姑圣是何意 久而挥挥手 使君那么聪明 自己想吧 六郎回到萧府 来人 二公子不禁长嫂胡作非为 将二公子带去祠堂 按家规处置 二爷脚边说着 我没有 那家伙信口雌黄 上回说到 六郎储这二个 久而回到萧府 转眼到了晚上 久而来到六郎院子 等等那是 萧钱 他这么一个活颜望 竟然在放河灯 六郎起身 我帮你解了禁足 不是让你大半夜 跑到我院中来溜达的 久而回应 我来是有事 想找你打个商量 不过想不到 你堂堂书密使大人 竟然还喜欢这种事物 六郎想也不想 没什么可商量的 可我还没说是什么事 无论什么事 不帮 姬月解释 九姑娘不要见怪 史君也并非是 有意对您冷眼相待 中元节快到了 史君放河灯 是为了纪念已故的生物 只是我们史君 实在不会折纸 故此这才放了灯 久而嘲讽着说 原来传说中 手眼通天的萧史君 竟也有不会做的事 六郎恼怒 再拿本座取笑 信不信本座 将你扔谁里去 久而硬气 扔我下水 谁给你折纸喝 天上飞的滑翔机 我都能做得出来 区区指贺 怎么能难得到我 乖仔别挤姐姐给你折 我折纸的手艺好得很 你母亲在天有灵 如果看到了 一定会高兴的 六郎看着酒 折纸喝 怎么样 我手艺不错吧 六郎拿起指贺 多谢 久而聊起裙子 说了句 来吧 你这女子 好好地 又疯什么 这不是为了给你兜纸喝吗 一件外娶而已 萧钱 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六郎不禁脸红 可 都几只指贺 哪用得着 你如此大动干戈 萧六郎 你到底随身带了多少手帕 好好的姑娘 怎么就偏偏长了张嘴 跟我来 总该让我娘知道这些 都是你的功劳 久而小脸一红 夫人 您在天有灵 不必操心劳力保佑萧钱 她混得挺好的 您万事宽心 自己个儿快乐就好 六郎说道 你这道词倒是新鲜 本来就是 你想啊 你母亲生你养你照顾你长大 已经够劳心劳力的了 一边请她安息 一边又求她保佑 这么割裂 谁受得了 六郎表示 我也并不求母亲这些 嗯 那你跟夫人说什么 七 不说就不说 那咱们来说点别的 萧六郎 我帮了你 礼尚往来 你也帮我一件事 没人伤重 过两天 我想去济食堂看看她 六郎不准 你去看了对她的伤情 也无济于事 我关心她 自然要去看看 她情况如何了 梅儿若是看到我来 也会很开心的 六郎转身 那就让薛访一路护送 与你同去 否则就不准去 九儿问道 是护送还是看守 还没跑够 本座抓你都抓皮了 我 没想跑 那让薛访与你同去 有何不可 九儿心里说着 当然不可 你的人跟着 我还怎么去见墨家长老 不去了 再见 动作快些 咱们警醒着 莫要怠慢了贵客 丫鬟说着 小王爷与子言郡主 今日到府 府上都快忙不过来 久而自言自语 萧钱的面子可真大 连王爷和郡主 都亲自来给他大哥的婚事道贺 不过 他地位越高 本姑娘越好办事 只要我想 有的是出门的法子 先去看门 再去付长老的约 以为不帮我就能困住我吗 太天真了 与墨家长老约定之处 就是这里了 深老 是我 墨九 原来是小友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老孔 孔阴阳 老朽的眼睛瞎了 小友莫要见怪 不怪不怪 只是在下有话 相与生掌柜单独聊聊 不知老丈可否行得方便 老丈说道 呵呵 好说 九儿心里默念 孔阴阳 孔阴阳 我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蓝姑姑 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个 九儿想叫住老丈 但是 九姑娘做男子打扮 倒是格外英姿逢爽 一个野芒腿瘸的老爷子 我与他计较什么 长老 你家左直视可有消息 今日已收到直视的信函 他前些天去了神东山总院 这两日便会赶到楚州 这封信是给你的 深老如此爽快 就不怀疑墨九的居心 左直视信任之人 老朽 自然也信得过 况且 听说 姑娘曾制成过 可载人飞行的沐渊 放心 待我此番金蝉脱鞘 往后相见 必不亏待你 那就先祝九姑娘 能得偿所愿了 能得姑娘指点一二 是老朽之幸 萧福 萧六郎在萧福 可真是个活招牌 假作他的样子 这一路竟如此顺利 嫂嫂留步 二少夫人 我打扮成这样 难为你还能认出我 旁人禁书看不出来 但六郎的身形 禁书是清楚的 久儿说道 我听说二爷被家法 抽了十五大鞭 又被国公爷 罚在祖宗灵前柜上三日 二少夫人不关心二爷 倒是对六爷很了解呀 嫂嫂 禁书没有恶意 禁书只是怕再生事端 才想提醒嫂嫂一句 嫂嫂恐怕不知府中 已经传了不少 你与六郎的流言蜚语 若再不警醒 恐会污了名声 与你 与六郎都不好 久儿应道 这是 与我最没用的东西 至于萧六郎的名声嘛 更闻不着别人为他操心 郡主突然出现 你的小蹄子 果然不要脸 你坏我表哥名声 如我表哥清誉 看今日 我不戳烂你这张脸 蠢才 你以为凭你也能 嫂嫂小心 二嫂将大嫂推开 郡主将二嫂刺中 郡主惊呼 啊 我 我不是想伤你 我 六郎出现 拉回二嫂 六郎 郡主哭着解释 表哥 我原本 只想下下那个贱墨酒 我没想真伤人的 我 六郎严厉说道 滚回去 我 表哥你 你为何为了他 竟对我生了这样大的气 表哥 你变了 以往 你对我从未说过一句重话 可自从这个墨酒来了 就什么都变了 萧六郎 我来帮你吧 六郎冷冷回应 不必 久儿说道 他伤在尖处 你若不方便处理我可以 嫂嫂 这个结果眼上 扫扫时不该再惹是生非 扮作你的模样 是我思虑不周 禁书为我挡刀也是事实 但你都不问问 这件事的经过 到底是怎样的吗 禁珠是甘愿保护扫扫的 六郎也莫要再怪罪扫扫了 方才宋年牧就是虚张声势 他持刀冲来实名令 我稍一侧身就能躲开 你却偏偏将我推下水 自己迎着刀冲上去 如此 道却是十分心甘情愿了 六郎 你置我为人 我怎会如此 侍女们应声赶到 呀 二少夫人 二少夫人受伤了 二少夫人 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 二少夫人 请您振作 六郎吩咐道 二嫂的伤耽误不得 你们立即将人送到前缘小住 静月应道 使君 您要亲自医治吗 属下为您准备药材与药具 夫人请您坚持住 奴婢听说 咱六爷为人看病其中一条 便是男女有别 不依女眷 如今竟肯直接在前缘小住 为夫人治伤 可见是分外紧张夫人了 九儿说道 人你要是治不好 我可以接手 我不止滑翔鸡做得好 做棺材的手艺也不错 你要是需要的话 双人的我也可以安排 九儿喝得一声 转身就走 隔壁人家的小院 九儿看着鸡龙 不知在犹豫什么 这些个鸡龙黎叔 你长得醉俊 活该是你有这个福气了 本来还想留封书信 跟萧六郎好好告个别的 现在吗 萧六郎 你继续送你那绿茶二嫂的哄片去吧 姑奶奶不陪你完了 此季乃天寡之命 可堪匹配萧大郎 这林子里的物好大 九姑娘 进来可好 好 我一想好得很 就是想我封神俊秀的大师兄 萧六郎 这回你若再找到我 我一定管你爷爷叫生殿 九儿看着萧府恋恋不舍 九儿说道 就这么走了 那 我家郎姑姑和门怎么办 身牢已将他们偷偷 从祭室堂中带出 并另找医馆安置 带门商誉 自会与你会合 大师兄想得真周到 驾 下来吧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就在前面了 两人下了马 小手一按 轰 轰 轰 木门就被打开 里面出来一个漂亮妹妹 墨九姐姐 你怎么才来 林儿都等你和左知识好半天了 左知识说道 以后有的是时间叙旧 此刻就墨要再耽搁了 九姑娘 请把衣服脱下来吧 九儿吃惊道 什么 可 你莫要误会 我是让你与林儿将外山换一下 消遣心思缜密眼线众多 我不得不防 大师兄是想让我躲在墓里 避开消遣的追捕 正是 大师兄转身 音声答道 大师兄转过头来吧 换好了 九儿问道 这是真木假木 林儿回道 真的 不过你不必害怕 里头只剩墓室 棺木等雾 早已搬空 哼 我哪会怕这个 把考古的王谷墓里送 这不是给黄鼠狼嘴里喂鸡吗 这墓如此隐蔽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大师兄印道 萧家建宅之时 曾经孔银阳来看过宅鸡的风水 孔老便是那个时候 发现了这个墓 竹木是位于宅底的东北角 这里便是墓门 九儿惊恐到 萧家宅下 等等 东北角 那不正是我居住的小院吗 怪不得 我总是整晚做梦 不过大师兄 我有一言 不知当问不当问 我虽叫你大师兄 可关系不那么靠谱 你如今为我得罪萧家 必会惹上一堆麻烦 而我们间的关系 还远远够不上 为此冒险的程度 师兄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林儿笑道 因为姐姐 你长得像我燃姐家 九儿疑惑道 燃姐姐到底是谁 萧前也并非一手遮天 我墨家之大留个人 还是留得起的 至于其他 九姑娘只要知道 我莫望绝不会害你就是了 剩下的 你不必担心 我也让林儿在里面 备了水和食物 此目隐秘 连萧府之中也没人知晓 你好好睡上一觉 但我们确定 外面没事了 便来接你 九儿回道 好 莫望跟林儿一起离开 驾 萧府迎时 不好了不好了 大少夫人又不见了 府里丫鬟喊道 新娘子变成卢花鸡了 奴婢跪着说 今早奉大夫人之命 去给大少夫人送婚仪 谁知那院里 竟只剩下了这只母鸡 使君 您看这 可如何是好啊 我已知晓 把新娘子抱走 奴婢道 这 这时纪月来到 使君 人找到了 在月来客栈 跟莫望在一起 六郎立马吩咐道 调集人手随本做去找人 六爷请留步 丫鬟说道 六郎问道 你是二嫂的侍女 是 牧婢下轻 二少夫人的伤疼的厉害 响起 六郎吩咐下轻说道 回去告诉你家夫人 药方李田七 与当归的亮家治十八前 喝上一日再看 可 可是 夫人说 说 一定要请六爷来瞧 嗯 蛊虫咬伤之处 忽有痛感 莫非是莫酒出了什么意外 六郎冷漠道 本做还有事 莫要挡路 属下来报 使君 探子回报说 九姑娘就在里面的天字二号间 使君的消息果然灵通 莫妄平静说道 林安一役之后 莫家以元气大伤 左知是如今还要管肖家的闲事 可想过后果 莫妄继续说道 莫酒不过一介妇孺 守无负机之力 肖使君非逼她嫁入肖府 岂非君子所为 继月抓住林儿说道 使君 九姑娘不在这里 先前探子发现的九姑娘 竟是这丫头假扮的 莫妄慌张道 林儿 你怎么还在这 我不是让你先走了吗 六郎自信说道 后院已经被我的人包围 他又能往哪里走 你 六郎说道 给你一个时辰 把莫酒交出来 本坐在这等 一个时辰之后 本坐若不见人 你必将见尸 哼 肖使君莫不是真的以为 莫某怕你 不怕最好 六郎说道 六郎吩咐道 来人 把人押上来 为左直视住住心 深老跪地说着 左直视 他们动作太快 竟是查到了我们的撤离路线 知道左直视不怕 那从现在开始 每隔一盏茶 本坐便杀一人 本坐倒是想看看 左直视的嘴有多硬 我老头子 一把年纪早活腻了 肖使君要杀便杀 不过 让我们 把九姑娘交给你 六郎也不惯着 来人 深老想求素死 成全他 枪的一声 肖使君 莫伤无辜 我莫忘一人 做事一人当 你若要杀人泄愤 我随你处置就是 六郎头晕 纪月扶手问道 使君 您怎么了 本坐 无事 莫九 你千万不要有事 九儿惊醒 周围冷气环绕 不对劲 是冰水 到底怎么回事 九儿心里默念 莫忘若想对我不利 一路上有无数机会动手 他不必这样大动干戈 这幕忽然出了问题 他们在外面 会不会也出了什么事 九儿喊道 大师兄 灵儿 这石门是何时落下的 竟没有机关能开门 这墓穴的石壁之外 墨不是有极厚的机兵 所以 墓门被打开后 外面的热气被传导送来 冰体融化 墙壁就开始渗水 不过被封在墓室里的热气有限 化冰的速度不会很快 淹死在这里面倒是不至于 只是 墓室里的氧气快耗尽了 六郎心里默念 墨九 撑住等着我 九儿说着 不行 不能一直耗在这里 工匠们修建墓室 都会给自己留下声门 一定有机关可开 九儿走进墓室 这个图绘中的侍女 她的模样 与先前那块侍女 玉雕极为相似 其中必定有什么联系 咔大 嗯 什么声音 九儿踩中机关 突然滑倒 另一边 纪月说道 使君 您这到底是 六郎痛苦说道 这个孔阴阳 墨九 九儿回应 这声音是 消遣 六郎不知在哪问道 嗯 你在哪里 啊 你问我在哪里 可你不是都已经 靠在我身上了吗 六郎回应 你在说什么 我正站着 那趴在我背上的 是谁 六郎说道 抓着我 掀起来 消遣 我身后到底是 别看 是尸体 女尸 哦 我还当是什么 生老病死 有何可怕 不过如此美艳的女子 竟被活生生冰封在这里 所倒 她忽然倒在我身上 应是被人为挪动过 又或者是受了热气 六郎说着 刚才有其他人闯入牧室 利用机关逃跑了 女尸倒下 应是那人触动机关的缘故 所以 你下来是为了追那个人 六郎叹气 我是为了找你 我 我里外衣服都湿了 你这样把衣服让给我 也是不管用不如 九儿 灵机一动 你再拖一件给我吧 六郎无语 几岁 大抵十五六吧 怎么 不像 的确不像 六郎看着九儿 此处痕迹比以往更加妖异 应是因为什么缘由被激活了 六郎拥向九儿 墨九儿 九儿 你仔细回答我 我没来之前 你可出现过心绪浮躁 心计难耐之症 心臟 心计九儿回应 有 从被困在这墓中开始 一直胸口闷 心跳快 但是 两人分开 六郎喊向墨九 九儿回答道 你别过来 你想干什么 我这里是开启机关的官窍职所在 你若乱来 机关一位 我们就再也出不去了 九儿不管不顾 这八个兵雕 是按八卦方位进行排列的 这里是兵士 兵为水 砍的寓意也是水 所以我先前猜测 机关会设在砍位 事实证明 我赌对了 轰隆医生 六郎喊道 墨九 你回来 九儿应道 使君身份贵重 又受了伤 我这个当嫂嫂的 怎好让你涉险呀 墨王很快就找过来 你在这里捎带片刻 不会有危险的 只是我不想嫁 就先走一步了 等 六郎还没说完 九儿就走了 六郎恼怒 想不到玩鹰的人 竟是被阴着了眼睛 可嗨嗨 与墨九一分开 这古独又开始不安分了 薛房喊道 使君 使君您在哪里 六郎穿上衣服回应 退出去 我马上过来 墨九 为今之计 也只能先出去 再从长计议了 薛房 去小院里 看看他有没有事 若有什么不对 速来抱我 另外 你去把他身边 那个蓝姑姑找回来 谁 九儿突然出现 可 我来看看你们使君 萧前 你没事吧 薛房回应 那个使君在密道中 受了些轻伤 但是没有大碍 九姑娘不必担心 九儿说道 你生气了 我承认 刚才我先走了 把你扔下 是我不好 六郎说道 若密道的出口 不在你房间 若你现在已经离开萧府 远走高飞 嫂嫂 本座还能听见你这些话吗 嗯 这个 明日婚姨繁杂 嫂嫂既然回来了 就好生些着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明日婚姨 九儿无奈 逃这么多次都逃不掉 莫非是命中注定 非要嫁进这肖家了 九儿摸了摸紧箔 也罢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嫁就嫁吧 明天我就要嫁为人妇 今晚是做姑娘的最后一天 若是没穿越的话 新婚前夕 我大概会在最后一个单身 party上狂欢 丫鬟们 给九姑娘道喜了 又或许跟新郎彩排婚礼吧 而在这里这场婚礼 似乎每个人都很高兴 只是独独与我毫无干系 九儿笑了笑 什么味道这么香 此刻已经过了晚上的时辰 是谁在开小灶 这酒肉香气竟如此富裕 勾斗我都饿了 九儿起身走去 看向船边 喂 船上偷吃的人 我已经发现你了 男子回应 姑娘在喊我 你 你是什么人 为何深夜在此独自饮酒 我是何人不重要 你我相见既是有缘 姑娘可要同意你呗 你喝什么酒 离伤 还有桂花肉 九儿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先说清楚 我吃了你的 可不会嘴短 既然你盛情款待 那我勉为其难 姑娘请 果然好酒 这么说 你不是普通人了 林安与楚州相聚千里 储存生肉极为不易 萧家离伤又嫁比黄金 皆是难得 可你却并不把他们 当作稀罕物 你到底是谁 我是过来贺喜的萧家远亲 九儿道 这个回答很有水平答了 却又没答 不过也无所谓 好酒好肉 好食好景 我既吃了你的 便也守江湖规矩 相逢不问出处 开怀一时便是了 民以食为天 无人不好吃 干 九儿说道 不知下一次喝酒 是何年何月了 美男子回应 荣潮之美食 尽在林安 姑娘若有一日到林安来 我带你吃遍美食 九儿醉醺醺说着 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 九儿开心应道 好 一言为定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骗我 曾经有一个人 他说他老家有一种臭豆腐 很好吃 说放假回去的时候带给我 可他食盐了 没有给我带 你猜后来 他怎样了 我让他吃了半年的水煮白豆腐 不准放盐 九儿哈哈哈哈大笑 美男子认真道 我不会食盐的 以此为信物 你若到林安 可拿着他到朱雀街找我 九儿应道 那就约好了林安再聚 以食会友 好那我在林安等你 可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 我到时候找谁去啊 东 记 你莫不是还有个兄弟叫秋季吗 九儿说道 秋季风凉 使君 您受了伤 还是将窗子关上再歇歇 六郎直言 有话直说 薛访回道 这个 老夫人方才派人来传话 说是大郎君起不得身 二爷又被老爷罚了禁足 明日 明日婚宜之时 请您替大郎君 与九姑娘行 拜堂之礼 什么 丫鬟们喊着 姑娘 姑娘 醒醒 该起了 让我再睡一会儿 天都没亮 丫鬟继续说道 姑奶奶 今儿什么日子 还等天亮丽 仔细被人笑话死 快起来舒西打扮了 九儿五着耳朵说 谁爱笑就笑去 嗯 蓝姑姑 肖前果然让人把你接回来了 她倒是言出必见 姑姑说道 使君是个守信的 只是今日拜了堂之后 你实打实成了她的长嫂 切记莫要再走得太近了 以免坏了名声 九儿应道 放心 我不会留下半点名声 任人去坏 又再说胡话了 姑娘 你听我一句 这世道不是穷人的世道 更不是富人的世道 今日出嫁 你没有娘家人撑腰 往后在肖府里少 不得要受些委屈 你须记得 凡事要忍 切不可再自意妄为 姑姑放心 我会忍着的 谁惹我 我就搞谁 绝不去搞她全嫁 宾客碎语说着 瞧不出 这末世家里还有些牌面 竟能拿得出这样多的嫁妆来 近身 没看见谁来了吗 六郎走了过来 媒婆说道 姑娘 郎君接迁红了 上次去见萧长寺 她还病得站不起来 如今竟能来迎亲了 媒婆喊道 一撒荣华并富贵 二撒金玉满池塘 三撒三元吉地藻 四撒龙凤配成祥 久儿心里念叨 她身上这冷冰冰的薄荷味 闻起来怎么有点熟悉 还有新郎 怎会穿了一双日常的造靴 不对 这人不是萧大郎 那牵着我的人是谁 李屎 一败天地 郡主慌忙说道 皇兄 这新郎为何是 闭嘴 莫要再招惹是非 二败高堂 逼我出嫁 又让我稀里糊涂地 与他人败堂 你们萧家未免欺人太甚 谢丞相催促道 蓝姑姑心里慌张说道 姑奶奶 这要命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犯疯病了 夫妻对拜 疯病 也对 左右我是个疯子嘛 那我闹一闹这礼堂 见一见我这假夫婿的 庐山真面目 似乎也是正常 六郎道 又在闹什么 脚愣住了 萧钱 怎么会是你 祖母之命 闷骚 莫非你暗恋我 扫扫慎言 媒婆大喊 送入洞房 萧 六 狼 这倒是有意思了 一个十五岁的神秘少年 突然出现喊道 慢着 萧长寺 你害死我姐 还想与别人入洞房 砰的一声 宾客惊吓到 啊 九儿说道 你哥都病成那样了 竟还有风流寨 少年大喊道 萧长寺 我要杀了你 六郎反手接住 顺手一点 哈 少年心里说着 他点了我的哑学 六郎说道 这位小哥认错人了 薛房 把这小哥带下去 给些吃的 好生安抚 谢丞相笑道 想不到国公府上的这场婚姻 竟如此热闹 让相爷见笑了 国公吩咐道 来人 去将备好的百年离商 搬上几坛来 摆上酒席 为诸公压压惊 六郎说道 你笑什么 九儿硬道 你就不好奇 你大哥究竟惹了那家的姑娘 竟让人家弟弟 挑着大喜之日 来与你们拼命 此事我会处理 礼已成了 嫂嫂先回南山院吧 九儿笑道 萧大郎的什么 都是你替他代劳 代姐秦宅代行大礼 该不会 还要代为天丁天口 姑姑惊慌道 哎呦喂 姑娘慎言 使君 六郎回道 查到了 薛访答道 白天大闹礼堂那少年 名叫方姬臣 他姐姐方姬然 与大郎君 的确曾有一段缘分 六郎问道 莫家的那个方姬然 只是今日之事 具体的来龙去脉 还要细查了才知道 使君 还有一事 莫往求见 又为莫久 婚礼已成他还不死心 属下看他的意思这一次 恐怕是为了方姬臣而来 莫 那属下这就去回答 等等 使君还有吩咐 告诉他 今日洞房花竹夜本座走不开 奴婢说道 大少夫人 老夫人说您 既已嫁给了大郎君为妻 当静心照顾夫婿 他命奴婢 嘱托您 久而应道 你们家 大郎君独居逐楼 门外有侍卫手看 分明是不许人去打扰他 你倒是教教我 我该如何照顾 天色不早 夫人早些安置了吧 少夫人 我等奉命守在此处 你不能进 你们要守的命令 是不让我进 侍卫答道 是 久而回应 那若我要出去 此事不在属下等人职责之内 如此甚好 眼下府中之人都在前院吃宴 正适合我行动 久而心里念叨 昨日蛊虫自冰室中苏醒 虽然离开了低温环境 他不再闹得那样厉害 可与萧前的奋力焦虑 却一直在持续 昨夜的离伤能解馋 亦能住眠 我趁夜摸到萧氏酒窑去 看能不能再偷他两坛出来 那是薛访 薛访跟莫望说着 这个我们使君说 请您改日再来 今日洞房花竹夜 他走不开 神 久而来到六郎院子里 悄悄进入 他腿上的伤竟伤得这么重 伤成这样都一声不吭 平日里总是冷冰冰凶巴巴的 睡着了 倒是有点乖得可爱 萧前突然抓住久而的手 久而喝到 萧前 是我 深更半夜 你来坐肾 你问我 不是你跟薛访说 洞房之夜 你走不开的吗 唐赛之词罢了 嫂嫂何必当真 六郎说道 习武之人天性警觉 你实不该如此鲁莽地 站在我床边 我去点你拿药 久而说道 我不过被你摸一摸 抓一抓 又按在床上压了两下 能有什么要紧 少狐说八道 久而小声说着 还凶人 腿伤成这个样子 都成了一拽就刀的直老虎 你还有什么可凶的 这里又没有别人 你强装出一副毫发无损 若无其事的样子 给谁看 六郎让久而起来 直老虎 久而暖心说道 绷带有血 伤口是不是又崩开了 在冰室里 你走得干脆 如今又来管我这些做什么 久而说着 不是吧 这么记仇啊 六郎心里念叨 自古虫在古墓中被唤醒 我对墨久 竟是在无法如从前那样 以平常心事之了 若他不在身边 我便心绪不宁 靠近他 才对安宁从容 久而贴着六郎说道 我跟你保证 以后再遇到类似事情 再也不丢下你了 这样行不行啊 你先起来 久而开心说道 那这事就算翻篇了 说吧 新婚之夜 你不在南山院睡觉 跑到我这儿来 究竟所为何事 久而生气说道 你也知道是新婚之夜 萧六郎 我问你 你比我家里萧长寺 又让人守在竹楼呢 不让我见他 适合道理 兄长病重 不可与人同房 婚礼已成 你原在南山院 这门婚室的目的就达到了 胡扯 冲喜之说怪力乱神 我不信你在乎这个 萧家门庭显贵 大哥又是父亲的嫡长子 即便他身体不好 但你有着大少夫人之名 一生富贵尊荣 当是享之不尽 有何不好 久而坚定说道 外面天高海阔 久而起身说道 我年纪轻轻 困佑于高宅大院之中 有什么好 有倒是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顾 二者皆可抛 六郎摇了摇头 即便今日已经里程 让你本分地待在南山院 做大少夫人 是否依旧很难 久而回答道 不是很难 是痴人说梦 若得机会我一定会再逃的 六郎叹气说道 那你不要逃了 久而疑惑 你先安生这几日 待我商与我带你出府 几日之后 延续数天 延年大雨 久而说道 小六郎 大雨天你将我出出门 莫不是要带我私奔吗 六郎冷声回应 我此番回楚州 是有公务在身 我知道啊 跟那个谢成相一起治水患吗 六郎说道 日前召集镇大雨 导致河水倒灌 冲倒了镇上 河道之中的一尊石雕 那石雕被当地称为天女时 它线下阻塞着河道 致使上游有决堤之想 官府用尽方法都未能将其移走 后来派人下水探查才得知 天女的脚踝 在水下被九个铁环牢牢套住了 九个铁环 久而疑惑道 莫不是九连环 久而凑近说道 你想让我帮忙去解这个机关 正是 久而回应 承蒙萧使君看得起 不过 有条件 六郎干脆说道 于 你就不问我条件是什么 六郎看向窗外回应 不管是什么 都可以 这萧六郎如今对我的态度 好像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了 九儿说道 好 那我不客气了 第一 你现在的态度 我就很不喜欢 若想让我帮忙 这第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期间 你要叫我九爷 遵我 众我 敬我 只要是我说的你 必须无条件赞同 六郎回应 可以 那 先叫一声九爷来听听 六郎刚说完末九 九儿就警告他 嗯 什么 六郎无奈 九爷 九儿立马说着 哎 乖仔 第二个吗 也很简单 遇到我想做的事 你不能阻止 遇到我想买的东西 你必须付钱 尽量做到 让我衣食金贵 精神愉悦 九儿继续说着 怎么 你不答应 六郎无奈道 你可还需要早晚三香 九儿笑着说 你若不嫌弃麻烦 我可将就 六郎恼怒 本座以为 你的条件不是谈协助 而是让我养祖宗 九儿摸了摸六郎耳朵 若你缺祖宗 我或可勉强为之 毕竟 有你这样的俊俏郎君做晚辈 也不算亏本 六郎心里念叨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嗯 笑六郎 你又害羞了你一害羞 眼睛就不知道该往哪里看 这小模样 实在可爱得紧 六郎说道 再胡言乱语 本座把你丢下车 九儿不要脸说着 终于舍得放我走了 行啊 我求之不得 莫 九 楼内身老看向窗外 那是萧史君的马车吧 瞧着这个方向 该是往赵急镇去了 莫望在旁侧印道 他本就有黄命在身 自是不能担得太久 好在他把继身放了回来 如今 我只是担心莫九 我一直有一事不明 莫九乃新任巨子之事 莫家弟子都不知情 萧前却为何知道的一清二楚 此事老朽也奇怪得紧 当初是您来信 老朽方才知晓九姑娘的命格 况且 老孔为萧家说清那会儿 确实不知他新巨子的身份 孔老是前任砍门长老 又是您的师兄 我本不应益他 但今日申老能否给句实话 当日开启萧家后山墓葬机关 将莫九困在里面的 是不是孔老 申老回应 是 他是后来知道了新巨子的身份 想试一试他 莫望回应 你们的想法我明白 可巨子之事干系重大 仅是破解了那里的机关 也无法让天下的莫家子弟幸福 申老吃惊道 左直视的意思是 想让九姑娘入神龙山的祭坛之局 申老 该你了 日前 老朽曾下过一挂 南荣遭惊人之祸 国无鸿儒 世道为奸 所以老朽问 天道何王道 莫王问道 挂象如何 轰 乱世末 已到江山一统 王朝转胜之机 挂象言此乃契机 当有雄主立誓 另一边 咒语出现 九儿与六郎 来到石雕处 见过使君 六郎问道 眼下情况如何 士兵继续回道 已派人前去疏通上游河道 加固堤坝 但若拉不起这石雕 属下怕 迟早要出事 这天女石雕 虽只露出半张脸 但看身形样式 竟与当初在兵室里的 诸多冰雕 和那侍女玉雕 都相似得紧 树叶乱舞 六郎问道 刚下过雨 此时水流太急你还是 九儿却说不碍事 我水性好得很 九儿看向六郎说道 萧六郎 你是不是在关心我 六郎清咳一声 我怕你出了事 大哥成了官夫 萧前 与我拜堂的人是你 可不是你大哥 况且 萧长寺情况究竟如何 待此件事了 你也需得给我个交代 他闭门不出 你含糊其词 我却不想再糊涂下去了 扑通一声 九儿 跳进河里 九儿惊叹 果然是九连环 哼 别都不敢说姐 这些小玩意儿 九爷我可是行家 幸亏水下福利大 换在岸上的话 我可抱不动这玩意 锁环逐步被解开 岸上六郎焦急等待 九儿哗啦一声浮出水面 没事 快好了 乖乖等着 看待了两名 没见过世面的小士兵 六郎也愣住了 九儿吸气下潜 士兵缓缓说道 这 他竟真的有办法 太厉害了 这位小姑娘年岁不大 没想到 竟有这样的胆破 六郎有些担心 随着锁链咔的一声 轰咚咚 九儿立马 感觉不对 哗啦啦 这机关是 九儿想要往上游去 但是犀利太大 这下糟了 士兵说道 天啊 天啊 石雕尽直立而起了 莫不是那位姑娘 真的解开了 河底那些环 太厉害了 不愧是使军看中的人 真乃神人也 只是这么久了 他怎么还会伤啊 六郎突然刺痛 薛仿扶助六郎 六郎说道 是莫九太有危险 呼通一声 六郎立马跳入水中 九儿还未沉入水底 嗯 不行了 九儿心里默念 若是今天交代在这里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穿回去 若是如此 也蛮好 只是还没来得及 跟萧六郎道个别 六郎快速游向九 莫九 六郎揽住九 莫九 撑住 不行 这么下去要出事 不容六郎细想 稳住九儿 向九儿肚气 九儿睁开眼 心里默念萧钱的名字 九儿模模糊糊 嗯 萧钱 六郎慌张说着 醒了就好 九儿问道 方才在水下 可 六郎肝大应道 你呛了水 势急从全 所以我 九儿说着 既是势急从全 你又肝大什么 我又不会因为 你好心救我一命 就要找你负责 九儿站起继续说道 只是 那石雕下面有墓葬 你可已经晓得了 六郎回应 我知 已经派人下去查看了 久而回忆 我觉得这墓 应是已经被盗过了 何出此言 我在水下解九连环的时候 发现了些机关被动过的痕迹 况且 你可还记得 当日在召集度时 你与我一同追过的那个盗墓贼 六郎回想起 典当侍女玉雕的那个 正是 他说大水冲开了召集度的古墓 他才偶然得到那玉雕 我怀疑他说的那个古墓 就是这一座 先是兵士 又是这里 事情一定不简单 久而继续说道 能不能让墓望来一趟 我有话想问一问他 六郎回应 好 属下禀告 使军 牧已被盗 但属下等人在牧室之中 发现了不少从前谢炳生手下的 转运兵护体 不知是谁藏在树后 谢炳生当转运使时 手下转运兵 多次在运送前线两草军备时 莫名失踪 朝中接到物资 是被国人劫走了 转运兵士 被人所杀 却不成想 尸体竟是在这里找到了 探子听到后迅速撤离 薛访说道 鱼上钩了 六郎让九回一战去 九若有所思 入了秋 水里凉得很 你是受寒了 把药喝了驱寒的 萧六郎 你来得刚好 我正好也有事想问你 六郎回应 嫂嫂想问什么 在河边时 你曾说古墓中发现的转运兵尸体 是谢炳生的 军备之势向来极为敏感 若他真与惊人有牵扯 整个谢氏怕事都难逃干系 方才你故意 大声道出那些缘由 是故意再给什么 别的人听吗 当时有谢臣的暗卫 藏在暗处 那个谢臣像 与你同在楚州治水 他若事先知晓 转运兵尸体一事 为何却任由我们下目查看 六郎深沉回应 眼下他已顾不上楚州的事了 日前官家忽然下旨 册封了谢臣的外甥 也及谢非所出皇长子 宋夕为太子 册封大礼择日就要举行 今早谢臣已经赶回临安去了 九儿说道 这太子一例 与你在朝中 恐怕有诸多不利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九儿一眼尽 愣住了 你是放了多少黄 连 六郎手绢伸了过来 轻柔的为九 擦了擦嘴 绢子救了 算是废无利用 好你的笑六郎 莫不是被姐姐 我戏弄得多了 如今竟然学会反击了 薛访轻壳一声 眼神躲避 使君 九爷 莫忘到了 告诉他 九爷在服药 让他在外面烧等 等等 我喝完了 这就过去 六郎拉住九 关上门 薛访在门外凌乱 九儿喊道 你发什么疯 六郎抓住九 九儿退步靠门 两人越来越近 嫂嫂就这么急着见他 怎么回事 这男人是在勾引我吗 回想起河中的事情 明明才发生了那样的事 两人越离越近 九儿迷糊地喊着萧钱 萧钱握住九儿的小手 轻勉一笑 伸手将九儿脸旁的脏雾抹去 故意说道 屋里灯光看不真切 还以为嫂嫂脸上长了颗麻子 没想到竟是糖霜 六郎退开 九儿瞬间呆住 大喊 萧柳郎 与莫王相见 嫂嫂不想 我在旁边 直说让我避开就是 又何必出去 外面冷 就在这里与他相见吧 萧柳郎 我也是禁欲之人 你若再敢 再敢故意这么勾引我 信不信 我破戒了 莫王错愕地看着两人 九儿说道 当日萧府后山古墓一别 师兄改安好 将你困于目中之事 原是我们考虑不周 还请九姑娘海寒 师兄请坐吧 莫九今日请师兄 来是有事想问 九儿道查说道 师兄若是诚意道歉 就请师兄坦诚以待 九姑娘到底还是因着那事 同我疏远了 也罢 九姑娘此番找我 可是为了这个 果然 九儿问道 堵住赵吉镇河道的天女石雕 下面有古墓 师兄先前便是知道的 那是迅墓 莫家祖上 为了护住一样东西 曾设八卦墓 八个墓穴以八卦命名 却不以八卦的方位埋设 先前将你困于其中的墓 为砍墓 赵吉镇河道下面的 这个是迅墓 而藏于八个墓穴中的 最珍重之物 就是这样的 八个侍女玉雕 砍墓的玉雕 如今该是在你手上了 九儿放下说道 值得大莫家 如此大费周章守护的东西 想来 该不止 是什么珍宝这么简单吧 莫望点水抬手 写下签字 引三个字 签字引 这又是什么 莫望说道 是一卷古籍 记载了莫家先祖 研制出的 许多精妙工程武器的制作方法 共计一千字 故称千字引 先祖幽其现世为祸天下 但又不忍将毕生心血回去 所以相传 后来先祖把他封进了 莫家神农山总院的寄天台里 世人深信得千字引者 可得天下 久而尴尬道 又是群雄 近起的寻宝故事 那这八卦墓与寄天台 寄天台一共九层 第一层封着机关图谱 只有莫家立人巨子才可进 至于侍女御雕室 打开余下八层的钥匙 原来如此 久而逼世 那既然御雕是这重要的东西 你们当初故意把我关进 存放御雕的砍木中 就很不合逻辑了 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也有疑问 想请九姑娘回答 久而表示 你说 若有一天 需要你挑起莫家的重任 你可愿意 久而愣在原地 薛访不知在做什么 六郎在后面问道 站在这里 探头探脑地做什么 薛访答道 九姑娘平日里吃饭最积极 如今已经过了早善的时辰 她这屋子 却始终门窗紧闭 属下是担心 九姑娘会不会又跑了 但驿馆中没有女子 属下也不敢贸然进去查看 六郎推开门 六郎叫着莫九 没有回应 莫九 六郎探查九额头 好烫 她这脸色 莫不是风寒发起热来了 小六郎 我冷 果然昨夜不该让你跟莫王聊到那么晚 你本就下水受凉 又开着门吹了那么久的晚风 这病自然就来是汹汹了 九儿亲生说道 你不问我跟她说了什么 才到了那么晚吗 你先躺着吧 我让人去给你抓药 本座没兴趣 口是心非 我找她要当今天下的看鱼图 又不是行军打仗 死物难寻 你要她坐身 因为啊 莫王告诉我 他说 我是莫家的新巨子 让我找八卦木 开计天台 取千字以 六郎沉默不语 你果然一点都不意外啊 回想起昨晚 莫王说道 实不相瞒 九姑娘就是老巨子 曾推演出的新任命定巨子 九儿惊讶说道 找 新巨子 师兄定是在与我开玩笑了 巨子之事 事关重大 我怎会拿此事玩笑 天命不可为 九姑娘泰然处之便是 不必惊慌 萧六郎 所以什么巨子 祭天台 千字引这些事 你恐怕是一早就已经知道了 九儿 身相六郎 问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又瞒了我多少事 我不明白嫂嫂这是何意 九儿松开了手 你替你大哥赢了亲又拜了堂 但你倒是与我说说 你那个大哥 如今真的还活着吗 六郎起身说道 嫂嫂又在说疯话了 九儿被抱了起来 六郎说道 还不放手 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自然就放手了 你当本座不敢跟你动粗 你当然敢 只不过我现在风寒发热 病得弱不经风的 说不准你随便推一推 我便要赖上你了 六郎叹气 你先放手 想知道什么 我说给你听 就是了 九儿坐下说道 若我方才说错了 你只要否认 就是了 可如今你这般顾左幼儿言他 那就证明我猜对了 萧长寺果然已经不在了 是吗 六郎拿起薄贝问道 你是如何知晓的 九儿自信说道 若一个男子 真的对女子执念到 非要娶回家不可 即便是病重 也绝不会在婚后 始终避而不见 身家幸免 乃至于劫发妻子 都全权交给你照顾 我是不幸的 这世上 怕是没有哪个男人 能做到这一步 除非 他已经死了 你猜得不错 大哥早已不在人世了 所以 当初我去南山院 见到的那个人 是你找人假扮的 你们萧家演 这一出戏 到底是想干什么 并非我们萧家 家中知道此事的 只有我与父亲 六郎回应 那 你们非要 让一个空壳嫡长子娶我 可是因为我这个 新巨子的身份 谁说 你是新巨子了 莫忘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上次听信于 他被困兵士的那笔账 可是已经跟他算清楚了 我 六郎打断酒说话 莫家巨子身份 背后牵扯甚广 你不要给自己 揽上这些危险之事 可若不是为此 你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是外世子 二房 三房 还有几儿子 萧家的姬也轮不到我 父亲希望大哥活下去 有嫡长子在 不管病还是不病 旁人也寻不到话说 所以 这原本 是你父亲的主意 让你一人分食两脚 把大郎的那一份 也活出来 六郎转身说道 他应该希望 死的人是我 不是大哥 九儿心里默念 我还从未见过他 这般落寞的模样 嗯 九儿抱紧六郎 九儿抱着六郎说着 别难过 往后嫂嫂疼念 嫂嫂 六郎一把拦住酒 如今你已知晓 世上早已没了萧长寺 引你进门的是我 与你拜堂的也是我 莫九 如今你这一生自称 怕是不合适了吧 你 你先放开我 六郎收紧九儿腰枝 本作若是不放呢 我 我 我病着呢 要把病气过给你了 你看 我这就要打喷嚏了 啊 是你说要疼我的 怎么我主动了 阿九反而打起了退堂鼓 两人甜蜜对视 九儿害羞说道 你叫我什么 六郎说道 既然惹不起 下次就不要乱撩 九儿咬牙切齿 你烧得厉害 先回去躺着 我让人送药玉过来 你泡个热水澡 寒气去得快 等你烧退了 我让人送你回楚州 九儿问道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不回去了 楚州讯期将过 昨日古墓里挖转运兵尸体的事 也需尽快报给官家 我不日启程 直接回京覆灭 国公府准备举家迁去临安 过几日也准备动身了 你与我便临安再见吧 你不回去 我也不回去 我要跟你一道走 即便我大哥早就不在了 但你名义上 也是萧家的大少夫人 怎么能跟我走 九儿转身说道 办法你自己去想 反正 你能伪造的大哥 总也能伪造的大嫂 你可别想甩开我 否则的话 也得问问我们身上 这蛊虫同不同意 蛊虫 我派去苗江的人 先前传了消息回来 说是寻到一名 对这蛊独了解甚多之人 如此 你便与我同回京城 去见一见他吧 到了 下车吧 六郎扶着九儿下车 老人迎道 使君可回来了 六郎说道 那位苗江圣女可到了 日前便已进京了 知宁今日回府 老奴午后 已派人去请了彭姑娘 此刻 他已先到了会客厅 这位便是九姑娘吧 住处已安排好了 老奴先带姑娘去安置 六郎说道 不必了 他与我一起 你说的苗江圣女 便是那位知晓我们体内 谷毒之人 嗯 他名唤彭新 我们身上这谷毒 正是出自他师祖之手 两人来到会客厅 看着这一身紫衣的人 圣女看着两人 说道 九仰消失君大名 今日总算得见了 彭姑娘 幸会 九儿心里却想着 自古一族多美女 此话成不起我 你就是云与谷的另一位宿主 嗯 等等 什么谷 九儿说道 云与谷 是我想的那个云与吗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彭姑娘请坐下说吧 圣女说道 云与谷 云谷为阳 云谷为阴 邪谷之人 必须行阴阳相和之事 方能压抑谷毒发作 可我与消失君中谷以来 也并没有 我关你二人情况 谷虫线下 阴氏还未长成 故而对动情之事的隐忧不多 只是戴谷长大 若公母谷的宿主 始终没有肌肤相亲 宿主会会抱体而亡 嘶 这就有点棘手了 萧六郎 若是谷毒发作 你不会乱来吧 我怕你乱来 九爷节操 好得很天地可见 童走无期 彭姑娘 可晓得 这谷该如何减 萧始君恕罪 这谷虽是我师祖所致 但解谷之法 师门之中 并无人知晓 那师门之外 始君领锐得很 我师祖与大墨家的老巨子 渊源颇深 听闻他离世前 曾将解开云与谷的方法 告知了墨家的老巨子 后来老巨子又将此事 写进了签字影 封在了墨家神农山总部的 寄天台之中 又是签字影